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蛮荒世界 无数种族和国度都在这片世界里扎根求生 而人族恰恰是这个世界里最弱小的种族之一 男主纪夏原本是华夏商店内的一名笔迹巨恶 但却因为猝死穿越到了蛮荒世界中的一个名叫太苍的国家 并且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太子 纪夏刚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怒视着自己 那名老者正是太苍的上瘾名叫陆鱼 只听陆鱼怒声道 殿下快把太苍国令交出来 听到这话以后 纪夏没有立刻回话 他在心中暗道 什么太苍国令 那是什么东西 难道我还在做梦吗 看着纪夏迷茫的样子 太苍的大将姬遣秦开口道 太子殿下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听到姬遣秦的话后 纪夏下意识地去回忆 结果脑袋中的记忆全是一些不太纯洁的画面 此时的纪夏在心中想到 昨晚我的心脏不舒服 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我应当是猝死了 莫非我遇上了传说中的穿越 冷静 不要慌 虽然不知道现在的具体情况 但我现在的处境似乎不太妙 记忆里这位老臣姓陆 我得先伪装好再做打算 想到这里 纪夏故作镇定地对着陆鱼说道 陆上你 本太子之前有些恍惚 请问何是让你如此生气 听到纪夏的话后 陆鱼立刻怒声道 太苍国已经到了危机存亡的时候 你竟然还能在这里开玩笑 你才输血浅都不配位 今天老夫妃得要废除你令力贤君 交出太苍国令 令力博主 先王本生的你这等不孝子 你再为一天 我等便不能安生 听到这话 纪夏在心中想道 袁申以前到底是做了什么 竟然惹得如此重怒 很快一幅画面就出现在了纪夏的脑海中 只见袁申故意把太苍国的国宝摔碎 还把自己的老父亲给活活气死 想到这里 纪夏的脸上不由自主地留下了一滴冷汗 他惊咳了一声道 大家不要激动 我有办法弥补错误 纪夏的话音刚落 只听陆鱼立刻怒声道 怪患将临 太苍国急需民主领导 由不得你乱来 说吧 陆鱼转过身继续道 将他的记忆挖出来 听到陆鱼的话后 立刻就有一名怪异的黑衣人 走到了纪夏的身前 殿下 太苍国另藏在哪 当纪夏的目光对上那名黑衣人的眼睛后 他的意识立刻变得模糊了起来 就在纪夏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一道金光突然从他的脑海深处迸射而出 瞬间冲散了那些声音 纪夏瞬间恢复了清明 而就在此时 纪夏愕然地发现 自己的面前竟然出现了一棵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巨树 看着面前这棵巨大的神树 纪夏忍不住喃喃自语道 这是哪里 我不是被控制意识了吗 难道这是我的精神世界吗 纪夏清晰地看到 在这神树的第一层树干之上 有着一棵黑色的巨蛋 以及一棵散发着光芒的白色果实 纪夏下意识地想要去查看 结果他的念头刚刚一动 下一刻 他的身体立刻离地而起 瞬间来到了那棵果实的旁边 刹那间 一道道信息传入了纪夏的脑海之中 纪夏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立刻明白了这两个东西的用途 神物名称 英兵巢 神物产地 弟子 神物果实 摘下果实可获得一件神物 纪夏拿着白色果实下意识地一摘 下一刻 白色果实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随即立刻化为了一把银色的长剑 这把长剑剑身通体银白 其表面还镌刻了一些神秘的花纹 神物产地 达弩神族 神物名称 复仇之剑 应答之剑 夺魂之剑 佛拉格拉克 感知到这把长剑的属性后 纪夏微微一愣 这不是西方神话中的神物吗 他握着长剑在心中想到 按照我感知到的信息 神话树上的东西我随时能召唤到现实 有了此等宝物傍身 看来在这个蛮荒世界中活下去应该问题不大了 但我应该怎么出去呢 纪夏的念头微微一动 下一刻 纪下面前的景象如同玻璃被重击一般 片片碎裂开来 很快他的意识就回归到了本体之中 此时的黑衣人还在对着纪夏不停地说着 殿下 太仓国令在哪里 看着纪夏一个字也不说 非衣人在心中疑惑地想到 奇怪 竖法怎么没有作用啊 就在非衣人思索的时候 突然一位赤后从门口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赤后跪下高声道 就全国大军已从边境开拔 至多三个时辰就会濒临太仓 听到赤后的话后 殿内的众臣瞬间乱作了一团 完了 我们太仓人族难逃此劫啊 我有应对的办法 纪夏的话音刚落 鲁鱼立刻大声呵斥道 休要胡言乱语 先王怎么会生的你这样的儿子 听到鲁鱼的话后 纪夏一度跨出 一巴掌抽在了刚刚对他施展过竖法的黑衣人的脸上 随后震色道 本太子身干往日玩裤 羞愧难当 说到这里 纪夏伸手一招 复仇之剑顿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纪夏沉生说道 如今大敌当前 身为太仓国主之后 无自当肩负责任守护太仓 纪夏此言一出 在场的众人瞬间陷入了呆滞 纪浅情在心中想到 殿下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从未见他有如此担当 看起来很值得信任 就在纪浅情思索的时候 纪夏突然扭头对着他说道 纪将军 你带我去看看太仓军队 听到纪夏的话以后 纪浅情立刻应试 他在心中想到 或许现在的太子真的有什么办法 许久之后 纪浅情带着纪夏来到了城楼上 纪浅情对着纪夏说道 殿下请开 这便是仓守军 当即下朝着下方看去时 他的眼中顿时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只见一个个军武方阵整齐排布 纪夏看着眼前这些身姿挺拔面容坚毅的士兵 他在心中震惊地想到 如此雄壮的仓守军在太仓国竟然只能排第二 那往日排名第一的仓卫军又该何等地强大 可惜仓卫军被那该死的陨石砸了一个全军覆没 否则还真要亲眼看看 这笔仓守军还要强大许多的军队究竟是什么样的 就在纪夏沉思的时候 纪浅情平静的声音突然响起 殿下 苍守军上下虽勇敢无畏 可要对付旧犬国还是太勉强了 这时陆宇也开口说道 旧犬军个体战力远超我人足 更别说数量巨大 若是没有其他援助 恐怕苍守军难以抵挡 纪夏文言后微微一笑 这些你们不用担心 本太子说有办法不是骗人的 纪夏在心中暗道 毕竟除了大宝剑之外 我还有一只阴兵呢 不知道纪夏的想法 陆宇只能叹息一声道 事已至此 那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陆宇的话音刚落 一名老者立刻上前说道 还请太子殿下进行卫师 此乃足智不可违背 如今先王驾崩 就只能由太子替代先王 否则视为不祥 说话之人乃是太仓国的作册 名为赵曲 是名负责占卜祭司的官员 纪夏一下子就想起了 有关于这名官员的信息 他在心中暗自沉思 祭司 占卜 这个世界奇妙无比 说不定这里的占卜和祭司 真的有用 所谓不祥也许 真的要注意一下 下方的将士 全顾都有视死如归的勇气 此中上下同心的情景 我有多久没遇到 或许这才是真正适合我的世界 此时 纪夏感觉自己的内心 仿佛被点燃了一般 他突然大声喊道 将士们 今日我们必然会死在恶犬手中 听到纪夏的第一句话后 鲁鱼立刻气急败坏道 这又是在说些什么疯言疯语啊 没有理会鲁鱼的话 纪夏继续开口说道 纪犬军已然濒临城下 他们会攻破城门 他们会吃掉我们的妻儿 因为我们比他们累落 所以我们必将被他们凌辱折磨 我们明知必死就该束手就擒吗 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长驱直入屠杀同胞吗 说到这里 场上立刻有将士大喊道 不能 把他们全部都杀光 我死也要扯下那些野狗的肉 这时纪夏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们要让他们痛入骨髓 让他们感到绝望的恐惧 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说到这里 姬遣情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他立刻握拳高呼道 大风 随着姬遣情的话音落下 八千仓守军将士的声音 犹如震天的霹雳 大风 大风 看到士气大震的将士们 陆鱼在心中震惊地想道 这还是那个顽固的太子吗 竟然让我看到了先王的身影 就在陆鱼震惊的时候 只见纪夏继续开口道 我昨日梦到大风 他在凝视着人族 凝视着太苍 凝视着我们 凝视着我 从此之后 我便是大风行走 是大风在这无疑蛮荒的意志 听到纪夏的话后 照取顿时大惊失色 他急忙对着纪夏小声说道 殿下 这话可不心说呀 假传大风意志可是大逆不道的呀 纪夏文言后淡淡道 你看我像是在说笑吗 这便是大风给予我的恩赐 说吧 纪夏朝着一块空地伸手意指 下一刻 只见那块空地上突然烟雾缭绕 阴风阵阵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一道道神秘的身影 从烟雾中走了出来 殿下小心 这些议员很强 在看到那些阴兵出现后 纪显情立刻忽在了纪夏的身前 身为九重天的强者 他可以清楚地感知到 那为首的三名阴兵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非常危险 即便强大如他也要慎重对待 就在这时 纪夏突然笑道 放松 他们就是我召来的援军 纪夏此言一出 陆渝立刻惊呼道 这 这难道就是大风的恩赐吗 听到陆渝的话后 纪夏平静地点了点头 正是 纪夏刚说完 三名阴将立刻单膝下跪 三名阴将高声道 阴将飞钉 阴钉 暗钉 参见主人 随着三名阴将的话音落下 所有阴兵也齐齐高声道 参见主人 纪夏尽量掩饰自己脸上飘飘然的神算 他面朝着所有阴兵高声说道 诸将士 请起 注视着纪夏的背影 赵曲在心中想道 大风派行走清零于世 必将大地崩碎河水倒流 周遭却是如此平静 难道殿下只是在作假吗 可如今泰苍危在旦夕 所有人都需要大风行走来稳定心绪 就算殿下不是 他现在也必须是 想到这里 赵曲立刻朝着纪夏贵服下去 随后高声道 陈月前瞻卢 卦象显示 泰苍的一线生机就在殿下身上 大风护佑我人族 纪夏转过身来看了赵曲一眼 他在心中想道 按照规定 作策不需要向统治者下跪 他这么做应该是为众臣做出表率 承认我大风行走的身份 百官还处在精益之中 陆鱼和姬浅秦两人率先下跪 大风护佑 百官见状意识有样学样的贵服在地 大风护佑 这时纪夏开口道 诸位大臣请起吧 望着面前的一众大臣 纪夏在心中想道 这下算是坐稳的位置 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想到这里 纪夏对着姬浅秦问道 姬将军 你现在的实力如何 苍守军的实力又如何 姬浅秦闻言后回道 回殿下 我现在为九重天境界 而苍守军大都拥有四重天修为 听到姬浅秦的话后 纪夏在心中暗道 凡俗境界 修为从低到高是一重天到九重天 之上还有神通静 玉灵静的 但现在的太仓没有此类的强者 纪夏对着姬浅秦继续问道 你能看出来这些阴兵是什么水平吗 纪浅秦回道 三位将领有接近八重天的水准 而这些士兵也有往日仓卫军的实力 纪夏文言后继续道 之前你告诉我就 全军士兵差不多都是六重天 有把握打赢吗 听到纪夏的话后 纪浅秦笑道 有殿下的迎兵助阵 我有信心将就全国的进攻抵挡下来 就在这时 纪夏对着纪浅秦小声说道 还有仪式 你手下的四位将领信得过吗 纪浅秦同样小声回道 信得过 听到纪浅秦的话后 纪夏没有再说话 他在心中想道 生死存亡之计 百官当中恐有内奸 得先暂时控制住才行 想到这里 纪夏立刻从胸口掏出了太仓国令 随后对着纪浅秦的四位将领大声喝道 荣禄 楚娇 左坤 蒙炎 四位将军听令 去拿除姬将军 陆上瘾 照作册以外的所有百官 压若暗牢 记下此言一出 百官顿时窃窃私语了起来 一人小声说道 难道殿下又疯了吗 另外一人立刻道 不可妄言 说不定我们终出了叛徒 见四位将军呆呆的还在发愣 姬浅秦立刻冷声道 还在那愣着干嘛 快把他们压下去好好审论 此时站在百官中的一名中年人 在心中焦急的想道 这个疯太子怎么突然变得聪明了 要是被带走的话 我的身份必然会被查出来 只能够拼了 下一刻 那人眨眼之间就化作了一个 猙獰可怖的狗头人 该死的爬虫 胆敢坏我就犬大势 狗头人说话间 直接朝着记下扑了过去 危机时刻 姬浅秦美目一鸣 手中的长剑迅速出窍 一道见光一闪而逝 那狗头人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被砍成了两段 九重天的实力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突然 姬浅秦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金色 只有上半身了还能动吗 只见那条只有半身的狗头人 去世不检地朝着记下狠狠抓去 姬浅秦急忙大喊道 殿下快躲开 记下闻言后微微一笑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慌张 随着记下一念一动 一百银白色的长剑从虚空中飞出 以迅为不及眼耳之势 刺入了那条纠犬的胸膛 随着记下伸手一招 长剑又再次飞回了记下的手中 记下对着那掩掩一息的纠犬冷声道 大风行走岂是你想杀就杀的 这时陆鱼满脸震惊的开口道 纠犬国竟然已经渗透的这么深了 殿下 请问您是如何知晓的 记下闻言后解释道 我其实并不知晓 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记下在心中暗道 毕竟内鬼事件我前世见得太多了 忽然 姬浅秦对着记下单膝下跪道 殿下 卑职无能 还请殿下责罚 见状 记下对着姬浅秦笑道 姬将军快请起 要不是你砍掉了那家伙的半截身子 恐怕我现在不会毫发无伤地站在你的面前 诸位也看到了 纠犬国因狠独大狡猾至极 为了防止还有易容的间谍捣乱 只能暂时委屈大家了 众臣文言后 七七功声道 太子高明 全听太子殿下的 等士兵把百官全部押往暗牢的时候 一道急促的脚步声突然响起 报 太子殿下 纠犬国君是已至三里外的青阳员 听到这话 记下顿时精神一震 随即他转身对着八千仓守军高声喝道 众将是听令 随本太子一同迎敌 没过多久 纠犬国的恶犬军就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太仓都城的附近 一名恶犬军的军事对着最前方的恶犬将说道 将军 太仓都城就在前方了 恶犬将文言后开口道 全军在此休整 等待后面那些废物烈士军 听到恶犬将的话后 一千恶犬军就地整备 他们熟练地卧倒在地上 如同一条真正的土狗一般在空地上休憩 不多时 又有一对数量挤备于恶犬军的士兵行军而来 一名烈士军的将领对着恶犬将高声道 烈士军五千人以尽数赶道 请将军下令 恶犬将对着恶犬将的将领说道 太仓国相继失去仓位军与国主祭伤 早已没有了可战之兵 只需一千恶犬军就能将其推平 尔等只需打个下手就行 烈士军的将领文言后立刻低头说道 将军说的是 不过我们是否要先派出赤后侦察一番 听到这话 恶犬将扭了扭脖子不屑地说道 侦察 有什么好侦察的 我们的暗线没有传出任何危机情报 还要侦察什么 难道那些卑微的人族还能凭空变出一支军队不成 听我号令 禁军 把那群卑劣的低等生物全部吞噬殆尽 随着恶犬将一声令下 所有纠犬军事全部朝着太仓都城冲了过去 季下站在城楼上目视着远方 远远望去 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撼 他在心中想道 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一个纠犬国就能让路于他们如此绝望 就在记下沉思的时候 姬遣情突然开口道 殿下 需要现在就派出阴兵吗 记下摇了摇头道 不 阴兵要作为骑兵使用才能获取最大的成果 前期阶段 让八千仓守军作战即可 姬遣情文言后点点头道 我已让麾下四位将军到前线指挥 殿下的安危就由我来保护 听到这话 记下不再多言 他在心中想道 这一仗不能只让英兵出风头 更要让太仓军民找回信心 想到这里 记下对着所有仓守军高声道 诸位将士听令 来犯之敌杀无射 随着左坤一声令下 无数箭矢朝着纠犬国的军事射了过去 两军大战一触即发 少请 记下看着城楼下的战斗 脸上逐渐留下了几滴冷汗 他在心中暗道 仓守军的弓箭射成起码有三百丈 威力甚至能贯穿巨石 可就这样竟然还有纠犬能徒手拨开飞箭 弓箭并没有给首当齐冲的恶犬军 带来多大的伤亡 纠犬其实在无垠蛮荒 只是罪而小博而已 齐军事就已经如此的恐怖 那些真正强大的神国又该如何呢 不行 我也得参加战斗 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成长起来 想到这里 记下对着姬遣情说道 姬将军 随我上前线 听到记下的话后 姬遣情立刻上前抓住了记下 随后带着记下从城楼上一跃而下 被姬遣情带着从城楼上跳下后 记下在心中暗道 这就是九重天强者的实力吗 此战结束以后 我也要想办法开始修炼 就在记下暗自思索的时候 姬遣情突然开口道 殿下 前军马上接敌 记下文言后立刻道 走 我们也马上过去 另外一边 一条恶犬军事拿着一根狼牙棒 朝着一名仓手军事狠狠捶去 那名仓手军事在心中绝望地想到 该死 来不及避开了 危机时刻 一道银色的光芒闪过 伤手军事立刻扭头看向了身后 只见记下正和姬遣情两人 缓缓地朝着自己走来 来到那名军事的身前 记下对着他说道 已去后方处理伤口 暂时休整 军事文言后连忙因事告退 就在这时 一道凶狠的售吼声 从不远处的地方响起 姬遣情一脸凝重地对着记下说道 殿下快看 那是周清国的石经巨员 应该是纠犬的战利品 看样子已经被他们控制了 就在姬遣情说话的时候 那头石经巨员突然举起了一块地上的巨石 随后朝着记下与姬遣情的方向狠狠砸了过去 眼看着巨石飞来 记下的脸上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他无法确定自己的副仇之剑能否挡下攻击 危机时刻 姬遣情抽出长剑挡在了记下的身前 殿下莫慌 姬遣情说话间 蓝色的光芒迅速凝聚到长剑之上 随后朝着巨石一剑挥出 当剑气与巨石接触的那一刻 那巨石犹如豆腐一般被蓝色的剑气砍成两半 随后砸在了战场之上 看到这一幕 记下在心中震惊地想到 好恐怖的战力 九重天强者竟然如此强大 那之上的神通镜 玉灵镜又当如何 这时姬遣情对着记下说道 有我在 没人能伤到殿下 石经巨员在扔完巨石后便朝着仓首军冲杀而去 在石经巨员所过之处 就连一些纠犬军士也被他直接撞飞 看到这一幕 记下在心中担忧道 若是让那头巨员冲击我军 必定会损失惨重 想到这里 记下对着身旁的姬遣情问道 姬将军 你能对付那头石经巨员吗 姬遣情文言后自信地点了点头 随后手持长剑朝着石经巨员冲了过去 眨眼间便站在了石经巨员的头顶 长剑一挥 极为恐怖的剑气爆发而出 瞬间就在石经巨员的身上留下数道争鸣可怖的伤痕 远处正在观望的记下在心中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看上去姬将军完全处于上风 斩杀巨员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也不能闲着 等敌人再聚上一些就可以让阴兵出场了 在战场的另一边 一个仓首军中的少年手持着一把重剑 将一只鸠犬劈成了两半 他一人就砍死了七八条鸠犬军事 此时的少年已经到了犹靖灯窟的地步 但他依旧眼神坚定地对着面前的鸠犬军事大声喊道 我不会让你们这些恶犬前进一步 少年的勇猛吸引了恶犬将的注意 恶犬将对着少年说道 你的实力不错 年纪轻轻便已到达六重天实力 假以时日 你一定会成为我救犬的大敌 只可惜 今天你遇上了我 说话间 恶犬将手中的狼牙棒一挥 少年直接就被锤飞了出去 一大口鲜血从口中喷出 恶犬将缓缓地走到了少年的面前 突然 一股危机赶袭来 恶犬将的目光猛地看向身侧 狼牙棒也在同一时刻挥起 下一刻 一声碎响响起 狼牙棒挡住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剑 恶犬将怒声道 谁敢阻我 这时只听记下的声音悠悠响起 将要杀了你的人 听到记下的话后 恶犬将觉得自己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哈哈 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竟然也妄想杀了我 你真觉得靠一把奇异兵器就能做到吗 记下文言后在心中暗道 这恶犬将说的没错 刚才我找准机会偷袭都被挡住了 若是正面对手 我绝不会是他的对手 恶犬将就像是一只猫在戏耍被他盯上的老鼠 你们人族太弱了 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作为强者的我们 自然有权利决定你们的生死 记下文言后笑道 你说的话很有道理 但你真觉得自己有资格吗 听到记下的话后 恶犬将冷声道 事到如今还在说疯话 我看你是在找死 记下一脸认真的说道 就让你看看吧 什么是真正的强者 随着记下的话音落下 一道道气息阴冷强大的身影出现在了记下的身旁 恶犬将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这不可能 太仓怎会有这么多的强者 在感受到三名鹰将身上传来的气息后 恶犬将被吓得浑身颤抖 两名鹰将趁着机会 直接对着恶犬将的后背狠狠砍下 刚刚还一场嚣张的恶犬将就这么轻易的领了和饭 记下对着恶犬将的尸体淡淡道 你和你的揪犬君在我面前也只是弱者而已 说完 记下转身对着身后的三名鹰将说道 黑丁 鹰丁 暗丁听令 带领所有鹰兵向敌军全面进攻 随着记下一声令下 实力不比仓卫军逊色的鹰军立刻朝着揪犬军士杀去 他们不断围杀分散的恶犬军士 无数揪犬军士根本来不及反应就死在了鹰军整齐的围猎下 他们往往还来不及呼唤救援 就被树干散发着阴森气息的长枪刺入身躯 有着鹰兵的加入 仓守军的士气瞬间大增 另外一边 姬遣情与石经巨园的战斗也已结束 石经巨园根本就不是姬遣情的对手 在解决了石经巨园后 姬遣情立刻举荐大喝道 将士们 随我冲锋 其他纠犬眼见英军和仓守军势不可挡 连忙扔下兵器拼命逃跑 看着纠犬军士败逃而去 记下终于长呼了一口气 他来这一劫算是渡过了 另外一边 在太仓国两百里外的苍青山上 一位风神俊秀的少年 对着身旁一位衣衫华贵的少女说道 衣龟 以何时加固封印 被换作衣龟的少女文言后淡淡道 已经加固过了 听到衣龟的话后 少年文言后微微一愣 随即他的额头突然诡异地扭曲 露出了一只树眼 树眼射出一道银色的光芒 瞬间侵入了苍青山的内部 一只四鸟飞鸟四暴飞暴的百丈巨兽 顿时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巨兽似乎察觉到了有人在窥视他 他立刻睁开眼睛迎向了少年的目光 少年顿时听到了无数婴儿啼哭的声音 一刻便脱离了幻境 凤苏 封印在此安敢放肆 名为凤苏的巨兽听到少年的话后 没有丝毫的动作 慵懒地闭上眼睛继续沉睡 少年健壮笑了笑道 封印果然加固了 衣龟 接下来我们 少年的话还没有说完 衣龟身形微微一动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看到这一幕 少年微微耸了耸肩 随即他手掌一番 两个褐色的小果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出来 适早 随着少年的话音落下 虚空中一道不闻泛起 一条巨大的蟒蛇浮现而出 一口将褐色的枣子吞入口中 巨蟒的眼中露出了一抹残忍 他对着少年说道 老样子 微末力量 看谁杀的蝼蚁多 听到巨蟒的话后 少年笑道 行吧 就陪你玩玩 下一刻 两颗枣子的果核 从一人一蛇的口中飞射而出 两颗果核飞出之后就逐渐变大 它们仿佛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跨越重重山河飞入一个小河之中 爆发出巨大的声响 少年的目光穿越极长的距离 看到了这一幕 哈哈 这次又是我赢了 巨蟒文言后怒道 不算不算 上次你就耍赖了 红蓝 少年笑道 你还敢耍赖 上次也是我赢了 我可是土中了一个蝼蚁国度的军营了 灭了整整四千人 太仓的劫难暂时落下了帷幕 在战后的庆功宴上 记下不知何时已经闭上了眼睛 他的意识来到了神术空间之内 看着面前这高可参天的神术 记下在心中暗道 也不知下次神术结果会是什么时候 就在这时 神术仿佛能够感知到他的所想一般 一道意识骤然侵入到记下的脑海之中 一条条信息缓缓流入 禁朽神术 开放等级初等 现有神术灵种230 是否进入禁朽神术第一层 感受到脑海中突然出现的信息后 记下微微一愣 原来这棵神术名叫禁朽神术 不过这个神术灵种是什么 记下带着几分疑惑和几分好奇 他在心中确认道 进入禁朽神术第一层 随着记下心念一动 他眼前的景象瞬间如同镜子一样片片破裂 破裂的碎片又在顶刻间重组 周边的景色不断变换 最终来到了一处带有许多奇异流光和光点的地方 这里就是禁朽神术的第一层吗 这些小光点是什么 当记下定睛一看 只见光点中果附着一只奇异的只有拇指般大的生物 一道道信息随之流入记下的脑海之中 怪物名称洛心腹 强大的蜘蛛妖物 善于用毒 善于魅惑 兑换所需神术灵种600点 记下在心中暗道 这好像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边的妖物 如果将其兑换 是不是就能从禁朽神术上长出来呢 就在记下思索的时候 一道流光突然飘到了他的面前 咦 这又是什么 随着记下心念一动 一道道信息再次浮现 神物名称天圣又未君营 凡间圣皇天圣皇麾下最强君物 实力强悍 驻扎5000天圣甲 兑换所需神术灵种6000 记下看着自己可怜的230点神术灵种一阵无语 他忍不住疑惑道 不知道神术灵种应该怎么获得 这时 一连串的信息涌入记下的脑海 神术灵种 获得途径 获得生灵情绪 杀戮生灵 救赎生灵 毁灭国度 毁灭种族 衍生种族 毁灭文明等 记下在消化这些信息之余 心中暗暗想到 神术这是在引导我与异族开战吗 神术到底有什么目的 算了 我还是看一些便宜的吧 几分钟后 记下细细地将从他身边漂泊的光点和流光全部看了一遍 最终挑出了三个光点 一个是聚灵符文 可以聚集灵源加速修炼 兑换所需灵种180点 一个是神物明光铠甲 可抵挡强力攻击 兑换所需灵种50点 还有一个是神物助灵葫芦 可以吸收三日内死亡的灵魂 保持无意识状态留存在葫芦内 兑换所需灵种50点 记下在心中想到 无垠蛮荒强者为尊 聚灵符文是必须要的 只是这剩下的该选哪的呢 先国主为国为民 将身心全部奉献给了太苍人族 虽然并不是我害死的 但若有机会救下他也是一件幸事 想到这里 记下心念一动 兑换聚灵符文和助灵葫芦 下一刻 第一层空间破碎虫组 记下再次出现在了禁朽神术的面前 此时的禁朽神术依然还是那般巨大 那般神秘 唯一发生了变化的是 在神术的第一层枝干上 不知何时已经多出了两颗果实 记下念头微动 他的身形瞬间就来到了那两颗果实的旁边 记下在心中想到 真是方便啊 甚至不用生长的时间 这神术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啊 不管怎样 总有一天我会弄得明明白白 记下的意识从禁朽神术中退了出来 他在心中暗道 等到我弄清楚神术中的秘密后 我定能带领太苍人族成为整个无垠蛮荒的第一大族 此时的庆功宴仍然还在继续 看着下方这些太仓百官们大快朵移的吃着面前的一菜一汤 还有一小碗的米饭 其脸上幸福的模样不禁让记下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不且试试看吧 这么想着 记下拿起筷子往口中扒了一口米饭 下一刻 记下的脸色猛的一将 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立刻充斥整个口腔 记下按道 这味道真是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穿越前吃惯了精致的米饭 现在叫我如何适应啊 对了 之前在禁朽神术第一层里看到过灵里种子 有机会的话还是早点兑换出来吧 就在记下暗暗思量的时候 记下排名第三的叔叔纪庆忽然站起身来道 今日大风忽悠太仓大圣 我等当礼敬大风 随着纪庆的话音落下 几个魁梧君是立刻从一旁扛来一个巨大的雕像 这尊雕像是石头雕刻而成的 正是龙手人身 脚踩大路的大风图腾 这时纪庆继续开口道 如今先国主风图 太仓需要新国主继任才对 我问你该由何人继位 听到记下的话后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徐徐出列 回殿下 国主远赴天仓之庭 国令自然由太子殿下执掌 记下文言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他对着记庆笑道 庆叔 您听到了吗 记庆文言后眼中闪过了一丝担忧道 殿下 你是伤唯一的子嗣 放在平常自然由你继位 可是如今太仓内忧外患 容不得丝毫闪失 还请殿下细细斟酌 还不等记下开头 又一位中年人站起身道 下 庆说得极是 异国朝政的艰难之处难以想象 现在是太仓最苦的时日 我们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这位中年人乃是记下的尚伯名叫记泽 听出两人话语间的真情实感 记下在心中不由哑然 我还以为三叔和尚伯是来篡位的 原来只是单纯担忧太仓的未来而已 记下沉默一番 他忽然对着记泽说道 尚伯 那你觉得何人可担当国主之位 记泽回道 我自先国主去世后 就已派出手下寻影那七叔去了 就在这时 一道叹息声响起 陆鱼缓缓开口道 记苏上臣足智多谋修为强大 足以担任国主之位 只是他以外出五年有余 短期内怕是难以寻回 看着众位伤神的大臣 记下直接将巨灵葫芦召唤了出来 他在心中想道 若是不及时选出国主 恐怕太仓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既然我有能力 就该担此大任 想到这里 记下口中缓缓念叨 卓卓伤魂 几天过后 为了可以更好地掌控太仓 记下穿着一身黑袍走访于太城内的各个街道 除了他与姬浅秦外 身旁还有一位少女 这位少女穿着一身朴素衣衫 却难掩其娇好的滋容和曼妙的身姿 只是这位少女目光始终盯着路面 也不与记下和姬浅秦交流 这位少女名为景玉 是在记下寝宫内的密室中被找到 记下在心中无语地想道 这个前身真是狗屎德行 死了都还要坑我 按照脑海中的记忆 前身是要对他施暴来着 看着记下朝着景玉偷看 姬浅秦立刻开口道 国主 你现在身份大为不同 可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了 记下文言后连忙摆手道 不会不会 我既然说了送景玉姑娘回家 那我就一定会做到 对了 这一路上走来我发现街上只有寥寥数人 毫无生机 难道太城一向如此困苦吗 姬浅秦回道 国主以往没来过街巷自然不清楚 太城土地平均 外家战乱横生 百姓们的生活根本难以为继 看着周围一位兽骨灵形的老者走过 记下在心中暗道 梁氏啊 这可是个终极难题啊 倘若不解决的话 太仓恐怕就连日记都渡不过去 就在这时 姬浅秦对着记下询问道 国主如今登陵大位 可有什么打算 记下想了想后回道 我们与究全国的战争还没结束 难以开展其他事项 还是等到彻底结束这场战事再说吧 不然 记下的余光看到了一位 面容销瘦精神威力的老人 正闭着眼睛坐在地上休憩 他立刻上前询问道 老人家 家中只有您一人吗 那位老人文言后 睁开眼睛回道 现在正是收获的好时节 两位后备天还没亮就去劳作了 记下文言后故意询问道 如今粮食都是王庭按照人头供给的 为什么不待在家呢 听到记下的话后 老人面色不渝地说道 哼 你是哪家不懂事的娃娜 倘若人人都待在家里不去劳作 王庭的食物根本撑不了多久 记下继续问道 为何所有太仓人都能对太仓 做到如此程度的奉献 老人淡荡回道 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先贤一刀一剑开辟 若不拼命保住 我们还能去哪呢 听到这话 记下猛的一震 他在心中暗道 太仓上下为了生存 全都憋住了最后一口气 我这个穿越者也该转变以往的心态了 记下深深吸气 默默向老人弯腰行了一礼 看到这一幕 记浅情在心中想到 原本以为他只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他真的变了 太仓或许真的有希望了 想到这里 记浅情的心情忽然变得十分开心 他对着记下说道 国主走吧 前面就是南清街了 景玉的家就在那里 很快三人就一起走到了南清街 南清街位于泰城城西 是诸多主要干道之一 居住了许多军武之家 景玉住在这里 那说明他的家中应该也有人是泰仓的军士 记下对着景玉笑道 景姑娘 我们就送到镇了 这时景玉看向了姬浅情 他终于开口道 景玉谢过姬将近八舅 还请进屋喝杯茶再做打算 姬浅情刚想婉拒 这时记下突然小声说道 你去吧 进去开导一下小姑娘吧 顺便将我的赔罪礼给上 景玉带着景玉文言后只能点头应试 就在景玉带着景玉走向家中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在记下的身后响起 只见一名少年对着景下单膝下跪道 国主大人 景下文言后差一道 奇怪 我带着东帽你是怎么认出来的 少年文言后笑道 欺禀国主 景也无感应于常人 是闻到气味认出来的 听到这话 景下在心中无语的想道 闻气味 这多少有点奇怪啊 怎么跟某种动物好像啊 景也对着景下笑道 国主 你怎么在我家门口 不等景下说话 还未进屋的景玉突然快速冲来 直接扑进了景也的怀中 景玉语气颤抖的大喊道 大兄 景也文言后微微笑道 好了好了 我回来了 不要哭了 景也说完转头对着景下说道 我出门越鱼 舍妹可能是太担心我了 让国主看笑话了 景下笑道 无妨 家人重聚是件高兴的事 景下在心中尴尬的想道 我想你妹妹有可能哭的不是这件事 突然 景也对着景下说道 既然来都来了 就进来坐坐吧 还望国主不要嫌弃 景下文言后尴尬的笑道 就让景将军陪你们吧 我还要继续体察民情 就先走了 就在景下的话音刚落 遍布突生 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 忽然有乌云飞银 寒气顿声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伤死了 你就是新一代的太仓国主吗 景下文言后立刻大声喝道 是谁 谁在说话 这时声音再次响起 也罢 杀不了他 杀你也不算白来一趟 景也则是护在了 既下和景玉的身前 他对着既下大喊道 国主快走 这里交对我们 既下文言后立刻推着景玉 朝着屋内跑去 看到这一幕 黑烟人影立刻伸手一挥 下一刻 一道黑影从他的指尖引出 眨眼间变为了一只 骨手牛身的黑色凶兽 季浅情见状后立刻赢了上去 就在两者交错而过后 季浅情突然面色一变 他在心中想到 糟了 这东西没有实体吗 就在季浅情微微愣神的时候 凶兽已经撞飞了景也 然后朝着既下扑了过去 危机时刻 既下立刻召唤出 复仇之剑刺向凶兽 然而复仇之剑 竟然也直接从 凶兽的躯体中穿透而过 这凶兽犹如烟雾一般 根本无法被击中 眼看着凶兽的攻击 即将落在既下的身上 一只诡异的生灵 突然出现在了既下的身前 猛鬼救驾来迟 还望国主恕罪 这时黑烟人影突然笑道 有点意思 你们人族还不差吗 竟然能挡住我的攻击 听到这话 记下立刻大声质问 你是谁 何故杀我 非烟人影笑道 我乃周青国师 只要将你们斩杀于此 他入我国进攻 也就能少了些阻力 听到这话 极浅情冷冷淡 我之前听闻周青国师 刚突破凡俗灯灵神通 可如今一件 也不过是个面 都不敢露的懦夫罢 非烟人影文言后沉默了几夕 随即他打了一个 想指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就算让你们看见了 真身又如何 反正你们都是将死之人了 就在这时 无数仓守军文训赶来 将周青国师团团包围 记下这时终于有了一丝底气 他立刻对着周青国师大喝道 区区一只胡孙爷敢叫嚣 真以为自己是孙大圣了吗 乖乖投降 我可以饶你一命 听到这话以后 周青国师立刻冷笑道 若是太苍仙国主在此 我还不敢大意 可你这个小辈又有何资格足我 说吧 周青国师的身边 再次弥漫起阵阵黑烟 一头头面目可怖的怪物 立刻朝着记下等人扑去 看到这一幕 记下立刻大声喝道 所有将士赶快后退 不要与其硬碰 一道清光闪过 记下手持复仇之剑 直接将周青国师 召唤出来的一头恶鬼斩杀 就在这时 记下的眼中露出了惊骇之色 只见那头被他斩杀的恶鬼的腹中 突然露出了一条幼童的手臂 看到记下的神色后 周青国师癫狂地笑道 你没有看错 每一个青念鬼的腹中 都是我潜伏在太苍各处捉到的幼儿小童 他们被青念鬼吞吃时 双腿往往还在无力踢动 那些可怜虫垂死挣扎 看得我神清气爽 听到周青国师的话后 记下立刻怒声道 毛脸猴子 今日我必取你的狗命 你算准了我太苍守军人手不够 可你终究是算落了一件事 你有没有想过 失去苍卫军的我们为何能斩首六千纠犬 记下说话间 一阵黑雾斗然间升腾而起 一道道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英军手中的长枪抬起 下一刻 长枪全部朝着周青国师前方的恶鬼投了出去 看着自己的恶鬼一个照面就被斩杀 周青国师不可置信的大喊道 什么 这不可能 我的恶鬼竟然都被吞噬了 小子 你到底使用的什么写法 没有回答周青国师的问题 记下手握复仇之剑向前一指 他对着英军大喊道 众将士听令 将周青国师给我拿下 随着记下的话音落下 四周的英军立刻朝着周青国师扑杀了过去 周青国师一边躲闪攻击一边大喝道 这次算是我灾了 下次我一定会讨回来的 周青国师说话间 他的身形变得模糊 防缓消失在原地 突然 激浅情的身影来到他的身后 只见他体内灵源澎湃散发而出 化作一条条细线遍布四周 看到这一幕 周青国师立刻显露出真身 随后一掌直接朝着记下打了过去 一个巨大的黑烟巨手出现在虚空 巨手之上灵源营绕 锁过之处房屋坍塌大地碎裂 只见黑烟巨手必经之处 三位鹰将长刀横握一同比喻 下一刻 一声巨大的哄响声响起 无数气浪朝着周围席卷 一名鹰将艰难地开口道 快要抵挡不住了 听到这话 记下在心中焦急地想闹 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破局 就在记下思索的时候 猛鬼的身影及时出现 坚持住 我来助你们 有了猛鬼的帮助 四人合力之下 黑烟巨手上的灵源波动快速流失 最终彻底潇洒而去 这时周青国师突然开口道 四尊八重天高手 一尊九重天高手 你们太仓的底蕴果然厉害啊 我这暗沉显化宫 虽然不适合运用于战斗 可是神通镜就是神通镜 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周青国师说话间 暗沉显化宫急速催动 滚滚暗沉中再次出现一只巨大的鬼怪 将周青国师全身笼罩 看到这一幕 记下立刻大喊道 别让他靠近 放箭 周青国师见状后冷笑道 小子 你别白费力气了 小子 你别白费力气了 看着周青国师化为巨大的鬼怪 朝着记下一爪落下 纪遣情立刻把剑迎了上去 然而九重天修为终究不是神通镜的对手 就算对方是一位不善战斗的神通镜也是如此 纪遣情一下就被巨爪扫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 猛鬼朝着记下扔去了一柄匕首 同时对着记下大喊道 国主 我这把匕首上涂了毒药 能够压制他的灵源 记下接过匕首后在心中暗道 压制灵源吗 不知道能不能破了这家伙的高达 周青国师冷笑道 狂妄 想要压制本国师的灵源 简直吃人说梦 说着 周青国师便朝着记下冲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三位鹰将立刻大喝一声道 休想伤害无主 所有鹰兵随我杀 下一刻 所有鹰兵便与周青国师展开了厮杀 趁着这个机会 记下立刻来到了周青国师的身后 就是现在 记下手持复仇之剑朝着周青国师的后背一剑劈下 就当复仇之剑即将触碰到周青国师的时候 只见周青国师化作了一道黑烟躲过了攻击 周青国师对着记下冷笑道 小子 你该不会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吧 就在周青国师得意之时 记下的另一只手突然掏出了一把匕首狠狠刺入周青国师的肩膀里 当匕首刺入周青国师的身体之后 周青国师只觉得一股酥麻的感觉从伤口处弥漫开来 转眼进入了他的灵源之中 他有心用灵源抵挡 可是他的灵源消耗过于巨大 百不存一 如性进入灵源之后 短短几夕之间就将他的灵源禁术封死 无法转动 记下手持复仇之剑架在了周青国师的柏梗处说道 博师 来而不往非理也 这是你应得的 突然 猛鬼对着记下大喊道 我主 还请赶快杀了他 这毒药控制不了多久 记下文言后点了点头道 这个我知道 但我问他几个问题便杀了他 听到记下的话后 周青国师冷笑道 你可真是和传闻中的一样愚蠢啊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回答你 没有理会周青国师的嘲讳 记下看着面前的复仇之剑在心中想道 这剑又明应答之剑 具有真实之言的能力 就让我瞧瞧是不是真的有用吗 下一刻 记下用复仇之剑指着周青国师开口道 我问你 你们周青国最近半年在谋划些什么 当记下的话音落下之后 周青国师的脑海中立刻响起了一道极度宏伟的声音 声音在不停地命令周青国师 告诉他 周青国师的意识瞬间便被这道声音所击垮 下一刻 周青国师双目无神瞳孔涣地开口道 大福国派遣使者前来周青 命我周青国为大福国开凿赤岩石 若是能开凿三万斤赤岩石 便可赐予周青一件灵服器 还可满足周青一个愿望 听到这话 记下目光一鸣 什么愿望 周青国师的声音再次响起 让大福国派大军踏平泰仓的泰城和苍城两城 这样我们就能奴役你们人足 记下对着周青国师冷冷道 那你怎会独自前来我泰仓行刺 周青国师文言后回道 我听闻记上有一颗天无数种子 此种可以植入灵轮之中 他日成就灵服 这颗种子便会在灵服中扎根 为灵服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源力量 我此来便是想趁着祭商重伤之际前来抢夺 没想到祭商已死 天无数种也随着祭商的灵轮一同枯萎 听到周青国师的话后 记下默默地点了点头 行了 你把自己的功法说出来 猛鬼 你负责记录 没过多久猛鬼便把暗尘显化功全部记录了下来 周青国师也已经清醒了过来 再得知了自己把很多秘密都说了出来 就连家传功法都被记下问了去 周青国师顿时大惊失色道 怎么可能 你们人足从哪弄到的这种神通 记下斜眼看着周青国师笑道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吗 也许我还能再问点什么 就比如你的第一次给了谁 听到记下的话后 周青国师连忙求饶道 我错了我错了 求求你直接杀了我吧 我不想再经受这种折磨了 听到这话 记下的面色猛的一沉 随即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之前你灵杀我足佑而石佑何曾想过饶了他们 下一刻 记下猛然挥动复仇之箭 周青国师瞬间就被削成了人棍 时间来到了下午 在城楼之上 周青国师被捆得严严实实 两名鹰兵手持长枪站在他的身后 无数太仓的百姓汇聚在城楼下 对着周青国师指指点点 快看 那好像是只猴子 国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不怕触怒了周青国吗 我们已经和周全国交战 到时候遭受两国联手攻击可如何是好啊 就在百姓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记下的声音因为猛鬼的竖法响彻天地 纠犬于几日前趁着太仓受灾 国主亡顾之难大举入侵太城 我仁足依靠大风降下的神迹度过了一劫 可没曾想到 今日又有恶徒潜入城中 残杀我86位太仓幼童 记下说到这里 城楼下的百姓中顿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鱼痛哭道 我那可怜的小孙子 原本还算安静的人群猛然爆发出恐怖的声音 他们大声喝骂 怒吼 哭泣 乱作一团 记下的声音再次响起 如此悲痛之事 我与大家感同身受 好在我们不用将仇恨积压在心里 因为幕后凶手已然被抓获 行凶之人正是这位周青的国师 记下此言一出 众多百姓立刻齐声怒吼道 杀了他 杀了他 记下继续说道 周青国师刺杀我太仓幼童 比行刺我更加罪无可赦 今日我作为太仓国主 将刺死周青国师 听到记下的话后 周青国师立刻威胁道 记下 你若敢杀我 周青国必将你们包皮挖骨 记下文言后冷冷一笑 我已经知道了 你为了独吞天无种 所以秘密前来我太仓 就算我把你杀了 周青国也不会知道 听到这话 周青国师终于意识到 他先前的想法多么单纯 此刻他已深深地感受到了恐惧 看着面有忧虑的众大臣 记下解释道 大富国已经对周青国许下了承诺 无论这位周青国失死不死 他日我们两国必有一战 而现在杀了他 还可提前削弱周青国的一点战力 听到记下的话后 众大臣立刻对着记下败了一礼 原来国主还有这等考虑 是我等疏忽了 就在这时 记下对着所有百姓大喊道 有大臣劝我留他做人质 跟周青国换取粮食 可那些幼童的在天之灵 唯有仇人之血才能彻底抚慰 说吧 记下一箭落下 周青国师的头颅滚落 人群中忽然有声音传来 不断有太仓子民口呼大哼 口呼国主 无数太仓子民疯狂呐喊 场面无限壮观 回到自己的寝宫后 记下在心中暗道 获得生灵的情绪 可以获得粮种 认同应该是情绪之一吧 得到如此多人的认同 应该能获得很多粮种吧 想到这里 记下连忙意识下沉 很快他的意识 便来到了神术的面前 禁朽神术粮种1380 看到如此多的粮种后 记下在心中暗自思索 之前斩首六千纠犬 才得到二百多颗粮种 这上了城楼乱说 一碰竟然有1300余粮种 就在记下思索的时候 一道信息陡然间浮现 是否开启粮种 获得记录板块 记下想也没想就点了确定 下一刻 一道信息再次浮现 已扣出一百粮种 板块已开启 看到这一幕 记下脸色猛的一黑 随即他立刻破口大骂道 搞什么飞机啊 点了之后才告诉我要收费 你这不是诈骗吗 算了算了 还是调出 灵重记录板块看看吧 下一刻 一块巨大的光幕 出现在了记下的眼前 里面命令麻麻写满文字 开启灵重记录 模块花费灵种100点 斩杀心服人神通镜 获得灵重100点 初次斩杀神通强者奖励500点灵种 获得轻服人情绪恐惧 获得灵种10点 获得100名太成子民情绪 认同获得灵重1点 获得100名太成子民情绪 认同获得灵重1点 看到这里 记下开心的想到 看来杀的生灵实力越强 获得的灵重也就越多 首杀还有额外奖励 还有就是获得太仓子民的认同 也能获得灵种 现在斩杀周青国师的消息 还没有完全传开 等到所有人都认同了我 灵种还会持续增加 嘿嘿 又到了购物环节了 下一刻 记下心念一动 打开进朽神术第一层 记下满怀期待的进入第一层空间 四周仍然有许多光带与光点流淌而过 看着自己的1280点灵种余额 记下在心中暗道 如今一切都是次要的 必须得顺利度过 即将来临的纠犬国大举入侵 同时也要想办法解决 两三个月后的大幅劫难 他心中打病主意 观看的速度也愈发的快了 很快就有一个神物吸引了他的注意 神物 吸水石 兑换所需灵种500 说明 每日引进泡金石的谁可提高修为 可供万人引用一月 记下果断选定了这件神物 现在其他任何事宜都没有提高太仓均力来的重要 倘若太仓不变得更加强大 就只有负灭意图 很快又有一个神物吸引了记下的注意 神物 十方巨弓 兑换所需灵种200 需要庞然能量摧发 使用一次之后力量枯竭 巨弓将会自行摧毁 记下在心中暗道 二百灵种的神物居然只能用一次 唯一的可能应该就是十方巨弓有着巨大的威力 也许能成为一个杀手锦 心下不再犹豫 记下直接将十方巨弓也直接对换了下来 选定了两件神物之后 记下继续寻找起了合适的光点 两久之后 一个七非小瓶映入了他的眼中 神物 万两宝瓶 兑换所需灵种300 说明 昏是灵精之后 宝瓶可以倾倒出大量土通道米 看到这件神物之后 记下心中一阵狂喜 只要灵种足够 那岂不是永远不缺粮了吗 神术中居然还有此等宝贝 有了这宝瓶 太仓的粮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选定了三件神物后 记下的意识退出了神术空间 记下的意识从神术空间内退出后 他揉了揉眉心喃喃自语道 又没剩下多少灵种了 看来又要囤积一段时间了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国主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灵种啊 听见姬浅情的声音以后 记下顿时吓了一跳 随即他立马强装镇定道 没什么 姬将军可是带来了修行功法 姬浅情看着眼前一脸认真的 记下无奈地说道 这是太仓王室族传的修行功法 新罗密轴 先国主从不藏私 任何有资质的太仓子民 都可以申报获取密轴 记下一边接过新罗密轴一边探道 父王真乃一代人节 可惜正直壮年就不幸驾崩了 这时姬浅情突然说道 国主 我没记错的话 您现在都已经二十岁了 您现在才想起修行 是不是太迟了一点 已经错过了修行的最佳年限 记下文言后沉默道 那我现在开始修炼的话 还有机会突破繁俗成就神通吗 姬浅情文言后无语道 神通竟可不是街上卖的大白菜 据我所知 我太仓六十万人 也就只有先国主达道 修行者万不可好高勿远 记下文言后尴尬地笑道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要抓紧时间赶快开始修炼了 看着仔细阅读密轴的记下 姬浅情在心中欣慰地想道 没想到以前那个顽固的太子 也已经成长了起来 先国主 您终于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很快 记下指着书简上的几句口诀疑获道 这里所谓的大雪山 是不是就是储存灵源的地方 姬浅情解释道 大雪山不仅仅是储存灵源的地方 它是修行的基础 用途无限 聚集灵源炼化灵源 传导灵源储存灵源 每个修行者的第一步就是开辟出雪山 记下文言后自信道 开辟大雪山肯定难不倒我 我可是大风行走 听到记下的话后 姬浅情无奈地回道 国主 你可以骗我们 但请不要骗自己 哪有忠实的大风信徒 会把大风图腾放在那种地方 记下一边从裤裆内掏出大风图腾 一边向姬浅情解释道 这叫暗藏玄机 你不懂的 这说明我很真是图腾 姬浅情认真地点了点头 随即起身走向了宫外 国主 我不打扰你修炼了 到此 记下一直言读到了半夜 他终于开始了尝试凝聚灵源 周围零零散散 有许多蓝紫色光芒在浮游 星罗蜜轴第一层运转 这些零散的蓝紫色光芒 缓慢朝着记下的体内汇聚 在腹部上方凝聚 星罗蜜轴则在这时练化这些灵源 灵源被缓慢练化机而下落 渐渐构筑成为一座山丘 不知过了多久 记下突然兴奋道 成功了 这就是我的大雪山雏形吗 顿了顿后 记下又有些沮丧的想到 可是如此缓慢的速度 光是开辟大雪山突破第一重天 就要花费许久时间 这得猴年马月才能修炼到神通境啊 是时候用上这玩意了 记下心念一动 一颗细小的符纹出现在了他的掌心 这颗符纹名叫聚灵符纹 能够加速灵源聚集的速度 让修行速度大幅度加快 下一刻 记下拿着符纹往自己驳梗上一贴 符纹碰触触记下的驳梗 很快便奇异地融入皮肉之中消失不见 记下在心中开心地想到 那就让我来试试这句灵符纹 究竟能加快多少修炼的效果吧 他心念一动 聚灵符纹瞬间被催发 记下顿时感觉周边灵源浓郁了许多 然后周围的灵源疯狂涌向记下 灌注到记下的体内 就这样 记下连续修炼了一整晚 一直修炼到艳阳高照 记下的大雪山终于开辟完成 他开心地蹦了起来 也就在这时 姬浅琴正巧开门而入 国主该上早朝了 两人四目相对 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 半个时辰后 在朝堂之上 百官整齐排列 记下坐在上手 静静听着下方的姬浅琴奏势 国主 就全国已经与其另一边的邻国恶角国 暂停了一切战事 恐怕等他们腾出手来后 便会对我们再度出手 记下思索一阵后回到 让苍城城主亲自率领三千精兵前来太成待命 到时候好好招待那群狗头人 听到记下的话后 姬浅琴立刻说道 可这样一来的话 海秀河恐怕满足不了如此多军人的饮水需求 记下文言后自信一笑 这个你不用担心 即召全国工匠 命他们在仓首军军营附近造一个蓄水池 按照我的方法 三日即可完工 看着记下在上方指点江山 路上引在心中欣慰的小道 原本以为你刚开始还不太会处理博士 没想到处理起来竟然仅仅有条面面俱到 也许是伤国主的离去让你幡然醒悟了 真是大风必有我太仓人足啊 另外一边 景浴最近总觉得心中有些异样 自从那日南清街降临一尊神通强者之后 这种异样的感觉就挥之不去了 他的心中时常会想起记下的身影 连带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总会做起一些互相矛盾的梦 就在景浴胡思乱想的时候 屋外的房门突然被人敲响 有人在家吗 听到声音以后 景浴连忙跑去开了门 当他打开门一看 只见门前正站着几位身穿军服的兵足 兵足对着景浴说道 姑娘 国主有令 当日在聚拿周清国诗时 受到波及的名顾都将得到20月的粮食补偿 房屋因此坛塌的 也将由工匠府派遣工匠前来修缮 泰成伯特意吩咐 以家款待国主有功 特此讲鹿角小羊一头 送别了几位兵足后 景浴带着鹿角小羊逛到了眼外 小羊啊 你长得好漂亮啊 我叫你小美好吗 听到景浴的话后 那头鹿角小羊竟然口吐人言道 什么小美 你全家都叫小美 我叫奎双 听到奎双的话后 景浴当即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你你你 你怎么会说话 见槐双口吐人言 景浴大惊失色 然而怀双却表示自己如今是一头食草动物 不会吃人 这让景浴微微松了一口气 另外一边 景浴站在巨大的蓄水池旁颇为感慨 仅仅不到两日的时间 蓄水池就已修建完成 这让景浴忍不住再次为太苍人族的务实精神而感到自豪 工匠府的鲁岸大师对着景浴疑惑道 国主 你在河边挖蓄水池不是多次一举吗 听到鲁岸的话后 景浴神秘一笑 黑黑 我看你是完全不懂 景浴此言一出 鲁岸与陆宇两人一脸猛逼 他们根本不知道景浴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陆宇对着景浴问道 国主 可否告知我们你的目的 景浴文言后笑道 不要着急 马上就让你们知道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景浴心面一动 一颗头颅大小的金石斗然间出现在了景浴的手中 景浴拖起这颗洗髓金石 随后扔向了蓄水池中 景浴的心中想道 洗髓金石 我花了这么多神种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看着景浴往蓄水池中扔了一块金石 陆于颇为疑惑地问道 国主 您这又是何为啊 景浴笑而不语 他转头对着激显情说道 去找几个军事前来 几分钟后 几位将军对着景浴抱拳行礼道 国主有何吩咐 景浴亲自从水池中咬出满满一条水 然后对着将军们笑道 哎 你们都来喝一口试试 不宜有他 在听到景浴的话后 一名将军接过水瓢响也不想就直接喝了一大口 下一刻 郑明将军突然惊喜地大喊道 我感觉到有补暖流正在滋养我的大雪山 不止修炼速度加快了 我还感觉到四肢百孩中的污垢都被排了出来 楚娇拿着水瓢在心中震惊地想道 国主竟然能获得如此珍贵的宝物 国主到底还藏着多少手段呢 想了想后 楚娇对着季夏说道 国主 有了此灵水 众将士们的实力将会得到成倍提升 可否让我们每日引用一小杯 听到这话 季夏突然出声道 每日引用一小杯吗 听到季夏的话后 楚娇额头冒汗道 是沉下贪婪了 每日每位均是一小杯 那这片水池最多一月也就用完了 然而就在这时 季夏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你在想什么呢 每日一小杯实力根本无法快速提升 我这里的灵精可充足得很了 我还怕你们喝不下呢 楚娇文言后立刻跪在了地上 多谢国主的恩赐 我等必将保卫太苍永世安定 季夏文言后笑道 将军一片真心 不如给这灵水取一个名字吧 楚娇想了想后回道 这是我泰苍的希望之水 体积泰来 就叫他泰来神水吧 几天过后 季夏的修为顺利突破到了二重天 二重天的修为已经可以将灵源轰出体外 由此可以运用如星罗密轴中记载的百叠浪了 季夏在心中暗道 只是这武学对于灵源浓厚程度的需求过高 短时间内恐怕难以领悟 还有什么办法能加快修炼的速度呢 就在季夏思索之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他的身后响起 国主 苍城援君已到 城主破贤正在太和殿等候国主召见 不多师 季夏便见到了这位苍城的城主破贤 此人悦莫三十余 面容温润如玉 身穿一袭轻衣长衫 此时的破贤也注意到了季夏的到来 他立刻向着季夏行了一礼 陈破贤参见国主 季夏笑道 霍书客家 你身为太苍的重臣 不必如此多礼 在破贤接封宴上 季夏对着破贤笑道 霍书 周清国近来可有什么异动 霍书闻言后回道 没什么特别的异动 不过获得了有关大复国的信息 这是一段大复国讨伐一个强大国度时的影像 季夏接过玉剪便将其打开 玉剪打开的一刹那 一道光幕从玉剪中出现 上宽下展 光幕之上很快有画面显现出来 一只只巨大凶兽在嘶吼 大地剧烈阵战 仿佛天崩地裂一般 看到这一幕 季夏心中惊悍 这一轮冲锋就算是一百座太成也抵挡不住啊 这时破贤也开口道 这每一头巨兽都比太成城墙还要高 身上火焰更是神意非凡 寻常的凡人军队根本无从抵抗 快看 这便是大福族人 霍闲说话间 光幕中出现了七位人影 看着庞大巨兽朝着七个黑袍人冲了过去 季夏心中疑惑 难道大福国就派这七个人对付这个强大的国度吗 就在季夏这么想着的时候 只见一位大福族人轻轻抬起左手 口中默念一段复杂的咒语 下一刻 一个巨锤虚影在空中出现 随后轰然砸落 那些巨兽就这样一击被轰杀 原地只留下了一个数百丈宽 几十丈深的大坑 看到这一幕 季夏震惊的难难道 这破坏力绝对超过了神通镜 恐怕只有御灵镜强者才有这般恐怖的破坏力 霍闲神色有些担忧地对着季夏说道 这个场面太过恐怖 本来我是不打算给你看的 可如今黑云压城 总要知道对方的实力的 看着季夏沉默不语 霍闲在心中想到 就算季夏如今已经成长了很多 不过被这样的场面吓到还是情有可原的 然而就在这时 季夏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季夏对着破贤说道 说实话 一开始我确实是被吓坏了 这么厉害的大福国 只需一人便能将我们灭掉了 可转念一想 这大福国不是还没到吗 要是为战先妾的话 那我就不配当什么国主了 破贤文言后正色道 无等必将追随您至最后 站至身死 听到破贤的话后 季夏拍了拍破贤的肩膀笑道 霍书不必如此悲观 我这还有办法为太枪争取一个机会 季夏对着猛鬼沉申问道 我前些日子让你修炼的暗沉显化功 可有什么进展啊 猛鬼文言后右手一挥 他的身去之后突然有黑色烟雾飘出 化作一只手掌 猛鬼回道 沉申言习多日 已经出窥门禁 季夏沉申问道 既然你已经掌握了 我现在有个绝密任务 你可愿意接受吗 猛鬼文言后立刻回道 请国主下令 听到这话 季夏继续开口道 我要你潜入周清国的赤岩山 将能杀的大幅国人尽数杀死 季夏此言一出 猛鬼只觉耳边如惊雷乍响 一股含义从脚底直冲到头顶 身上的汗毛更是根根竖起 顿了顿后 猛鬼最终还是询问道 国主 沉申性命不值一提 可是我实在不知道 如此行动的意义在哪里 季夏文言后手腕一番 一个奇异面具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不臭鬼面具 兑换所需 凝重250 一 可让佩戴者变化成想要的模样 二 一旦戴上 无法取笑 无法恢复原样 三 佩戴者会浑身散发恶臭 四 佩戴者可化身一滩烂泥 季夏拿着面具沉申说道 我要你变为周青国人 嫁祸给周青 这个面具可将你变化成任何模样 可是只要戴上这面具 从此之后你就再也无法摘下 还会浑身散发恶臭 你可愿意戴上面具吗 猛鬼文言后沉申道 无妨 身躯只是臭皮囊罢了 季夏有些不忍地说道 你可要想清楚了 一旦戴上 就永远无法变回人族 我并不是在逼你 你如果不愿 我会另寻他人 猛鬼文言后一边掰扯脸上的面皮一边回道 国主 我原本就不是一个人族啊 下一刻 猛鬼露出了他的本来面貌 猛鬼解释道 我的躯体只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有皮肤覆盖 其余皆是白骨 国主 我并不是人族 而是半骨族 国主只需告诉我该变成何人 季夏文言后回道 之前鹰丁鲁来的一个周青猎人 你就变成他的模样吧 猛鬼点了点头道 季夏一边说着一边在心中感慨 有如此之事 我必定不会让太苍灭亡 很快十几天过去 季夏正在和景野实战对练 突然 鹿鱼从远处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国主 鸠犬由使节路太城 此时正在宫门等待召见 听到这话 季夏眉头微微一皱 猎群狗头人来做什么 鹿鱼回道 这个我也不清楚 但以我看来 他们绝对没安好心 没过多久 季夏便来到了太和殿中 同时将鸠犬使节照进了宫里 鸠犬使节对着季夏笑道 鸠犬使者前来敬见太苍国主 此话一出 太苍仔里长凤眉头一皱 随后立刻大声喝道 大胆 敬见我太苍国主竟然不行礼 鸠犬使者闻言后大笑道 行礼吗 小小太苍有何资格 让我鸠犬国七公主为他行礼 听到这话 季夏似乎来了兴趣 他坐直身躯再次问道 你还是鸠犬国的公主吗 鸠犬公主文言后傲交道 正是 看到本公主 你区区太苍国主还不行礼吗 季夏文言后点了点头 他面色平静地对着前方轻声说道 这样啊 杀了吧 随着季夏的话音落下 一道赤红色的剑气横批而出 横贯两丈空间 赤热气息一闪而过 只见刚刚还在叫嚣的鸠犬公主 呼得没了声响 鸠犬国的其余使者又惊又怒地大喊道 你竟然 你竟然敢杀我族公主 我要把你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道剑气滑过 声音戛然而止 短短几夕的时间 太和殿中就只剩下了一位鸠犬国使者 季夏看着那位谨慎的使者微微一笑 现在可以说正是了吧 剩余的那位鸠犬使者被吓得立刻回道 嗨 太苍国主 我来是为了传达鸠犬国主的旨意 季夏文言后一获道 贵国大将之前被我先国主打成了重伤 你没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鸠犬使者回道 回禀太苍国主 我鸠犬国杜桑大将不仅伤势全域出关 修为也更上一层楼 可贵国已然失去了神通境强者 若是战端再起 就算贵国的神秘军队再现也没有任何用处 听到这话 季夏突然笑道 敢威胁我 有意思 你说说看 鸠犬国想要什么 鸠犬使者回道 若太苍愿意送来粮食一千万斤 我鸠犬就可以饶过太苍 让太苍人族免受国魄家王的灾祸 并且三年之内与太苍互不侵扰 井水不犯河水 鸠犬使者此言一出 百官顿时大怒道 一千万斤 你怎么不叫我们去死呢 鸠犬国在痴人说梦吗 就在这时 季夏突然开口说道 一千万斤太多了 可否打个对折 听到季夏的话后 鸠犬使者立刻兴奋道 再加一百万斤吧 我们可以将年限再增加一年 鸠犬使者说话的同时 他在心中兴奋地想道 成了成了 只要他们肯让步 我的目的就达成了 季夏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了百官们问道 如此 诸位觉得如何呢 百官回道 五百万斤粮食虽多 可要是能换回三年和平也不错 鸠犬国再打过来 我们不一定扛得住 听到这里 鸠犬使者心中暗喜 果然 他们的强硬都是装出来的 被我赌对了 就在鸠犬使者这么想着的时候 季夏突然开口道 甚好啊 但是我拒绝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们与恶角国谈判失败了吧 刚结束大战就跑来和谈 你们只是不想两线作战罢了 季夏说话间 复仇之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看着惊恐万分的鸠犬使者 季夏冷声大喝道 放心吧 你的族人都会来陪你的 一剑斩下鸠犬使者的头颅以后 季夏摇了摇头开口道 你们是不是在疑惑我为什么不答应他 一位官员小心翼一倒 国主 虽然他们的条件苛刻 但确实也是一个活命的办法 季夏文言后冷声道 原以为你们看得清楚 没想到目光竟然如此狭隘 躲过这三年日记后呢 等着他们再杀上门来吗 还是说你们想看到老人孩子 在日记的时候饿死吗 与其让他们白挑我们的粮食 不如在之后的战争中彻底打垮他们 听到季夏的话后 陆渝立刻跟着大喊道 国主说得对 趁他病 要他命 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时间 半个时辰以后 所有就犬使者的尸首 全部整齐地高悬在了太成的城楼之上 太成百姓看到这些尸体都感到颇为奇怪 两国交战不斩来时 国主这次做得会不会太过 有太仓子民对着城楼之上指指点点 听到这话以后 身旁顿时有人开口道 你傻呀 这些纠犬族人想要我们一千万斤粮食 你拿出来吗 先前说话之人文言后小声道 是这样吗 那确实该杀 否则我的老父亲会饿死的 转眼间 人山人海之中想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 国主英明 杀得好 大风逼有我太仓 看着城楼下的景象 季夏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次转翻了 又收获了这么多的情绪 几天过后 是毫无征兆的减产 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还有五十九日日记就要来临 农师府已经协同各大职 刺算出太仓子民往后六个月的食物配额 太仓子民的粮食配机可能还需调整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立刻就有一位大臣出列 他指着古书大鹤道 你们农师府竟然丝毫没有发觉粮食减产的征兆 事到如今 收成差到这种地步 你们想出的补救办法 难道就是削减子民们的口粮吗 面对如此质问 古书脸色难看地回到 农师府十几位同僚业与继日的研究 可确实没有发现一点问题 先前说话的大臣再次开头道 归根结底就是你这个农博士失职 查不出原因证明你农业造诣不足 就在这时 季下的声音突然响起 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农博士 我问你 如今我们还有多少存粮 古书回道 约莫四千八百万斤 我农师府有愧于太仓 听到这话以后 季下眉头微皱道 太仓可是有六十余万人了 这点粮食要坚持半年 那也就是说 每人每天大约只有三两出头的配额 沉吟了片刻后 季下在心中暗道 或许是时候试试这个宝物 朝会结束以后 在季下的寝宫之中 八个人正围着桌子 看着上面一个小小的瓶子 季下对着众人笑道 各位 这个瓶子可以倾倒出大量的稻米 解决太仓的燃眉之急 这宝瓶名叫万两宝瓶 理论上可以倒出无数稻米 可是倒出稻米之前 他需要吞噬足够的灵精 季下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了一颗灵精 随后他对着万两宝瓶说道 万两宝瓶 把这灵精兑换成粮食 万两宝瓶似乎是听懂了季下的话语一般 一道金色的流光陡然间自宝瓶中飞出 瞬间缠绕在了灵精之上 随后将灵精拉入了宝瓶之中 下一刻 宝瓶忽然变大 眨眼间就已经变得有一丈来高 只见宝瓶瓶口中一阵白色气流喷出 紧接着 在众人期盼的眼神中 一柱稻米从巨大的瓶口中倾倒而出 古书看着面前的稻米激动的大喊道 这么多粮食 这恐怕得有一万斤了吧 听到古书的话后 陆鱼开口道 如果去大福国购买粮食的话 一颗灵精估计也可以买到万斤以上 不过路上的风险实在太大 有了这个宝瓶 以后就不用前往大福国购买稻米了 真是大风险灵啊 季下也在心中想到 以后太仓的子民终于不用挨饿了 就在这时 季浅瓶在季下的身旁小声道 博主 这宝瓶怎么还在倾倒稻米啊 季下文言后一愣 这时他才发现 宝瓶竟然还在源源不断地道出稻米 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见状季下连忙对着众人大喊道 快出去 我没办法停下宝瓶 又过了许久 季下整座寝宫都被稻米装满 季浅瓶看了季下一眼说道 博主 你可能要重修你的寝宫了 随着季浅瓶的话音落下 季下的寝宫终于承受不住 来自稻米的压力开始崩裂 另外一边 在景玉的家中 怀双有气无力地对着景玉说道 我好饿呀 米缸里明明还有许多稻米 你怎么放着不吃啊 你不吃也行 倒是给我吃啊 听到怀双的抱怨 景玉拿起一个枕头砸了上去 你是修炼有成的妖怪 为什么连我这个凡人都不如 怀双随口回道 我饭量大呀 我曾经一口吃掉一百只山月一样大的大妖 景玉想了想后说道 那你能把太仓东面的大黄山吃掉吗 听到这话以后 怀双气息猛不离至 随即有气无力地说道 吃不掉 他比我厉害多了 一口气就能把我吹飞了 景玉文言后撇了撇嘴道 我就知道你在吹牛 哪有人能有那么大的肚子啊 景玉此言一出 怀双顿时怒道 你要是不信我就把我的功法传给你 你自己学成后世一世便知 听到这话以后 景玉突然神情低落道 我之前去太仓学功试过呢 可是我没有修行的天赋 没有办法感知灵源 怀双不屑地回道 但是这地方的舞蹈层次太低了 我的功法没这么多的限制 我这功法的名字叫天象吞灵精 随着功法名称被怀双吐露而出 一道阴阴灵气从怀双身上散发而出 切入景玉的体内 景玉瞬间感觉自己 像是来到了一片巨大的海洋上空 他俯视那片无边无际的大海 发现海面之上 站立着一只顶天立地的巨大妖物 这只妖物大致与大象相同 但是背身六只灰色肉翅 两只象儿也是两只翅膀 看起来神意非凡 忽然巨大的象鼻猛的力卷 无数海底妖物顿时就被卷飞了起来 象嘴张开 妖物全部都被吞噬 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很快 一片片乌云来到了八只大象的上方 无数紫色雷霆披下 化作一条条遮天蔽玉的雷霆锁链 想要锁住那头诡异大象 八只大象发出震天大吼 大口一开一盒 那雷霆锁链顿时就被吞噬了进去 锦鱼呆滞地看着这一幕 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竟然连闪电都能吞噬 就在锦鱼愣神的时候 那只大象突然转过身来看向了锦鱼 一道奇异的信息从大象的眼眸中传出 传入锦鱼脑海之中 与他的意识合二为一 这就是天象吞灵精嘛 原来是这样 此时的怀双正静静地注视着锦鱼 仰脸上诡异地出现一丝笑意 他在心中想到 适配度竟然如此之高 看来吃遍无垠蛮荒的凶兽将要变成两只了 回到纪夏那边 纪夏如同往日一样在房中苦修陵园 因为他的寝宫已被粮食塞满 门窗都被挤爆 他不得不搬到了另外一所住处 他如今的修为已经稳稳立于三重天境界 大雪山能够容纳的陵园已经极为可观 但是相对的 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就是据灵符文的注意 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巨大了 想要突然到四重天修为 恐怕需要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忽然 一个侍女走来说道 一边喝着鸡汤一边在心中想道 自从发现一颗零精能够兑换八万斤粮食后 现在的伙食终于好上了一点了 就在侍女低头离开的时候 两行泪水不由自主从她的眼角流下 侍女在心中想道 我主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突然 乘放着鸡汤的小碗摔落 纪夏突然感觉天地在旋转 她猛地察觉到了不对 随后她对着侍女的背影艰难地开口道 你居然下了毒 侍女与其颤抖地回道 为了救我的家人 所有请您上路吧 与此同时 在救犬国的王宫深处 一位救犬人正在看着眼前的一面铜镜 铜镜之上映照出了 纪夏寝宫中的画面 救犬人您笑道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回到纪夏那边 一对硕大的眼睛散发着绿色的幽光 正死死地注视着纪夏 一道阴冷的声音响起 人族 你尽敢杀死我的爱民 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见状纪夏连忙尝试召唤复仇之剑 然而此时的纪夏根本无法召唤出复仇之剑 就连禁朽神术也失去了联系 纪夏在心中凝重地想到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道是这家伙掏纵的幻境吗 就在纪夏思索的时候 一头通体白毛的纠犬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发出了一声震天的吼叫 纪夏强装镇定道 这里是哪里 不知阁下是纠犬国的哪位贵人 这是纪夏的一贯的套路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凶险 先套话拖延时间再说 然而对面的纠犬 却是根本没有想要回答纪夏的意思 他直接对着纪夏一找拍下 纪夏向着身侧一跃 堪堪躲过了纠犬的拍击 正当纪夏想要反攻之时 眼前的纠犬却突然化作了一阵黑色的烟雾 黑色的烟雾在空中重组 变成了几道纪夏熟悉的身影 纪夏心中猛的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路于凄厉的嘶喊 国主 太苍已被灭亡 你是太苍亡国之君 纪夏还没回话 坐坐照去捧着自己的人头走到了他的身后 照去手中的人头拍口道 你假扮大风行走 触怒了大风 太苍被降下了责罚 是太苍亡国 你是太苍的罪人 突然又有一只手握在了纪夏的脚腕上 那只手的主人正是太苍的将军纪浅秦 纪浅秦注视着纪夏问道 国主 你为什么不救我 下一刻 又有无数人引向着纪夏走来 他们躯体破碎 眼神骇人 满是鲜血的手抓向了纪夏 纪夏脑海一天混乱 他依稀想到了一些什么 可是他的头颅就像是被无数根肩针刺入 让他疼痛欲死 他开始有些后悔杀了纪犬国的公主 看着痛不欲生的纪夏 红镜前的纪犬发出了畅快的笑声 我要让你魂魄崩溃 精神失常 记忆缺失 我要让你成为一个没有神智的傻子 慰藉我那七二的在天之灵 就在纪夏的魂魄即将被全部吞没的时候 一道炽烈的金色光芒猛的迸射而出 金光将所有黑暗全部驱散 他瞬间清零过来 只觉得无数灵源从腰间传来 纪夏低头一看 往日平平无奇的太仓国令 正散发出炽烈的金色光芒 纪夏在心中想到 这是太仓的国令 是这道金光救了我吗 纪夏携带着满身金光 看向这片虚幻之地的天空 漠然扶置心灵 他猛地伸手一招 远在千里之外的纪犬立刻带立原地 魂魄被拉入了这片虚无所在 纪夏看着面前的纪犬冷声道 躲在那面镜子的后面好玩吗 纪犬反应过来后冷笑道 人足小背 这里是我构筑而成的骤灵镜 我在此镜中就有如主宰 哪怕神通强者都要死在我的手下 你竟然敢将我的魂魄拉进来 你简直就在自寻死路 听到这话以后 纪夏突然笑了起来 正好我憋了一肚子的气 不把你打死的话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就在纪夏说话的时候 对面的纪犬猛地朝着他扑了过去 纪夏淡定地看着这一幕 太仓国令不仅驱散了幻境中的黑暗 还让纪夏拥有了恐怖的力量 就在纪犬扑到了纪夏的身前时 只见纪夏狠狠一拳打在了纪犬的脸上 将他生生地打飞了出去 纪夏望着自己的右手兴奋道 好强的力量 这金光让我的力量至少提升到了九重天境界 顿了顿后 纪夏对着纪犬开头道 我杀掉了你的女儿 这么说的话 你是纪犬的王妃吗 纪犬王妃艰难地爬了起来 小子 你杀了我的女儿 还如我族人 罪该万死 我要将你千刀万管 纪犬王妃左掌一推 一道阴力狂风骤然凝聚 看到这一幕 纪夏深深吸气 金光骤然出现 百叠浪裹鞋 金光化作一道道金色浪潮 浪潮层层叠加 转眼就已经叠加到了九十九层 变为惊涛骇浪 那阴力狂风眨眼间就被百叠浪轰散 一口鲜血从纪犬王妃的口中喷出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强大 纪犬王妃难以置信地惊呼 随着纪犬王妃的魂魄彻底消亡 昼灵静终于碎裂开来 远在纪犬王宫的王妃肉体 因为魂魄消亡 双眼变为永久的无神 纪夏缓缓睁开眼后 一道声音在她的身前响起 大风碧右 国主您没事就好了 猛鬼对着纪夏说道 此人遇毒害国主 进而毁灭整个太汤 国主 此人应当如何处置 纪夏挥了挥手道 先押近暗牢 把这件事情查查清楚再说吧 等到猛鬼走后 纪夏在心中想到 还好有那道金光相助 要是没有那金光 那我可就死在里面了 突然 纪夏猛的一惊 他发现自己的四肢百害之中 竟然没有一处地方是完好的 体内不断有不受约束的 恐怖金光流窜而过 血液被金光蒸发 血肉被金光冲碎 糟了 金色灵源太多了 我的身体快要承受不住了 怎么办 我不想死 也不能死 对了 静朽神术 纪夏突然想起自己脑海中的神秘神术 想起静朽神术中 第一层中的无数奇物 于是他竭尽全力沉下念头 意识来到神术第一层空间内 神术灵重5647 无数流光以及光点 从他身边流淌而过 其中蕴含着无数神物 气韵果实 兑换所需灵重500 可永久提升使用者气韵 服用后短暂大幅提升气韵 大日镇灵熔炉 兑换所需灵重5000 可镇压体内一切失控能量 提升修炼速度 增强身体强度 在看到这两个神物之后 记下立刻决定将它们兑换 虽然第一层空间内 可能还有更合适的神物 但是记下此刻的肉身 已经没有时间 让他浪费一分一秒 意识回归现世 记下毫不犹豫将气韵果实 召化而出 他在心中想到 先扶下这颗气韵果实 保证之后的炼化不出差错 扶下了气韵果实之后 记下心念一动 在他体内的大雪山之中 忽然多出一尊散发炽热气息的熔炉 大日镇灵熔炉 只见这尊熔炉身古铜 四角之上都镌刻着 一轮光芒四射的大日 两耳各有一只金屋在炉耳盘踞 散发着滔天威势 随着这尊熔炉的出现 就有如泰山镇压而来 将大雪山中刺灭的金光尽数碾碎 两只熔炉炉耳之上的两只金屋 发出一声嘹嘹鸣叫 它们不再是一介死物 鸟灰大张 朝那些金色灵园猛的一吸 大量金色灵园好像受到召唤 争先恐后被吸入金屋鸟灰之中 这些金色灵园被炼化之后 大日镇灵熔炉开始反补季下的肉体 如同大河滔滔而来的温顺灵园 不断修补季下的大雪山和肉体 它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如初 还没有结束 数量恐怖的灵园不仅恢复了季下的身体 就连它的修为也在这股灵园的推动下 开始了节节攀升 四重天 五重天 六重天 七重天 八重天 很快季下的修为便达到了九重天 两九之后 季下的肉体力量也已经达到了极限 由于天降的原因 无论如何恐怖的灵园都无法再让季下有所寸净 于是大日镇灵熔炉将所有灵园筒镇压 让他们在炉中不断变得凝练 不断变得精纯 在季下的寝宫前 一众大臣聚在一起 脸上满是担忧的神色 一道声音弱弱地说道 这么久了都不出来 国主该不会一惊 那道声音还没说完就被姬浅情强行打断 休要胡言乱语 国主乃是大风行走 怎会轻易出世 这时季则脸色阴沉地开口道 都怪那名侍女为了一己私欲 导致国主身处险境 听到季则的话后 陆云微微叹息一声道 此事却也怪我们没能护住城中百姓 竟然就犬人抓去了他的家人 威胁他给国主下药 季则冷吼一声道 为了一家几条人命 就想付出太仓千千万万子民的幸运 他就是死一万遍也不足惜 这时破贤站出来对着两人说道 好了好了 不要在国主的寝宫前吵闹了 免得妨碍了国主休息 就在破贤的话音刚刚落下 季下寝宫的大门突然被人轻轻推开 季下的声音从屋内传出 热闹一点也好 我已经睡得差不多了 在看到季下的瞬间 姬浅情猛的一惊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对着季下说道 国主 你的实力又变强了吗 季下点了点头正色道 不错 现在的我可是九重天巅峰的强者 听到季下的话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鹿于破贤还有季则三人齐齐惊呼 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这才多少天 不可能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是姬浅情笑道 国主说的是实话 他现在确实是九重天境界 说到这里 姬浅情对着季下说道 你现在修行的日子尚短 远远撑不上高手 可不能太骄傲自满了 这时破贤对着季下问道 国主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季下回道 昨夜纠选王妃部下骤灵境 想要将我骤杀 好在最后被我给反杀了 听到季下的话后 鹿于顿时怒道 我就知道他们来求和不安好心 要我说 就该狠狠地报复回去 季下轮延后摆了白手道 这个现在还不急 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付他们 对了 那个侍女的家人找到了吗 霍前回道 他的父亲已然遇害 其母其地无恙 现在正在看管之中 季下沉默了一会说道 将其母其地放了 他们没有参与此事 无必连坐无辜之人 至于这侍女 按照律法进行处置吧 等到一众大臣全都走后 季下人待在书房里面 专心批阅奏折 景也站在一旁 看着季下细致处理政务 心中十分佩服 我主 你已经处理了一上五个政务了 该谢一会了 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季下对着景也问道 九犬国那边有没有传出什么消息 景也回道 一点消息都没有 恐怕他们也在封锁 九犬王妃死亡的消息了 听说九犬人死了以后 尸体要被同族分食 那场面真叫一个血腥 季下文言后脸色顿时一飞 我在吃饭呢 你给我讲这种干啥 你故意找茬是不是 出去出去 我一个人静静 待景也走后 季下缓缓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他在心中暗道 如今我的修为算是勉强够了 可武学方面却是完全跟不上 想要在之后的战斗中大破就犬伯 还需要更多的武学招式才行 季下在寝宫床上加富而坐 脑中不断回忆新罗密轴中 记载的三门沙发功法 除了已经被他练得炉火纯青的百叠浪 和另外一门基浅情 极为熟悉的清军剑士之外 还有一门功法名叫天苍蝇 此功法乃是一门掌法 修炼的难度让人匪夷所思 不仅需要极高的天赋 运转知识还需要极其恐怖的灵源催动 不过有着大日镇灵熔炉的存在 记载只是略微尝试 就顺利凝聚出了天苍蝇的雏形 凝聚出了天苍蝇的雏形后 记载在猛鬼的带领下来到了太苍的暗牢内 猛鬼对着记载说道 国主 这里的环境不堪入目 你不必亲自过来的 听到猛鬼的话后 记载突然对着猛鬼认真道 猛鬼 你现在还能拒绝 可以选择不换脸 我可以去找别人完成那个任务 猛鬼文言后正色道 国主 你放心吧 我既然已经做出决定 那就绝不反悔 就在这时 牢中的周青人突然大声叫喊道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换脸 别在那里放屁 快快将老子杀了 周青人的话音刚落 猛鬼猛的一把抓在他的脸上 别急 我会成全你的 随着猛鬼伸手一脱 面具顿时飘浮在半空之中 玄机显化出一只 轻面獠牙的鬼怪虚拟 向那周青人咬去 一口就将那周青人吞入口中 随后重新化作面具 落在了猛鬼手中 猛鬼直接将那面具 戴在了自己的脸上 奇异的景象 随着猛鬼戴上面具而出现 无数道粉色的光芒泵射 猛鬼只感觉强烈的疼痛 从身体上传来 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都像是被烈火燃烧一般 在一旁观看的记下 看出了猛鬼的痛苦 他正要输送明年 帮助猛鬼抵御痛苦 却发现猛鬼的表情 突然轻松了下来 只见猛鬼仅有的血肉 缓缓退去 两只周青人特有的 肩耳生长而出 几个呼吸间 猛鬼的身上 生出了密密麻麻的毛发 又过了几夕时间 他的面容扭曲变化 最终变为了方才 那个被鬼怪训 吃掉的周青人的样子 看着镜中的自己 猛鬼的脸上露出了 震惊的神色 我竟然变得 与周青国人一般无二 这宝物真的太神奇了 国主 我此时的面容一旦展现 必然会引起骚动 我一会就动身 赶往赤燕山 听到这话 记下立刻叮嘱道 记住了 人可以少杀一点 一旦有危险 就立刻脱身回来 猛鬼闻言后点了点头 同时从腰间 取出了一封信纸 猛鬼有些不好意思的 对着记下说道 国主 麻烦你在我离去十日之后 将此信送去上面写的地址 我脸皮太薄 不好意思当面给他 记下点头回道 放心吧 到时候我亲自送去 太仓子民永远不会忘记 你今日的牺牲 猛鬼对着记下行了一礼道 我虽不是太仓人族 可自幼便生长在太仓 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国主 我希望回来后 能够真正的被太仓子民所接纳 看着猛鬼的背影 记下面色动容的开口道 一定会的 待到你归来时 你一定会被太仓人族所接纳 从暗牢内走出后 记下的内心五味杂陈 大富国区区一个承诺 就能逼得太仓焦头烂额 记下暗自感叹道 太仓何时才能变得 像大富一样强大了 就在记下准备回宫的时候 只见天空上 突然飘来了一朵 五彩斑斓的祥云 远处一名宫廷 护卫朝着记下急奔而来 他的眉宇间满是喜色 七柄国主 姬将军突破神通镜 有祥云来赫 记下文言后顿时笑道 原来如此 速速带我回宫 记下在心中兴奋地想道 这可是神通镜啊 之前除了我父王之外 就只有那游荡在外的七叔 是神通镜 姬遣秦此次突破 能够极大的增加 我太仓的战力 我太仓人族 总算是看到希望了 当记下来到王庭的时候 众位大臣正围着姬遣秦道贺 记下立刻朝着姬遣秦 走了过去 哈哈哈哈 姬将军天赋卓绝 真不愧是我太仓第一人啊 姬遣秦文言后别嘴道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 总感觉是一种挖斗 记下尴尬地倾咳了一声 他对着众位大臣说道 依照族制 太仓有神通强者诞生 应当赏赐太仓子民 不知各位有何想法 长奉开口说道 六年之前 正值是一年间最大的丰收 先国主下令奖赏了 每户百姓五日的粮食 姬将军现在是我们 唯一的神通强者 不如也效仿如此 记下文言后点了点头道 那这次便也奖赏五日粮食吧 毕竟姬将军是 太仓唯一的神通强者 不好太过寒酸 你们赶快去安排吧 等到众位大臣走后 记浅秦走到记下的身边 小声说道 国主 一次性发这么多粮食 临近够用吗 记下回道 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但确实是不多了 说不定到时候 还要去大福国境内进行交易 听到记下的话后 记浅秦顿时一惊 不行 那太危险了 记下继续开口道 就是危险才要去 若总是偏君异余 到头来一定会失去进取之心 记浅秦文言后轻声道 国主说的是 人主本来就是在不停地勇往之前 才能狗活到如今 记下摇了摇头道 我要的不是狗活 我要的是让太仓 能够成为整个无垠 蛮荒鼠一鼠二的大国 听到记下的话后 记浅秦就犹如看傻子般 看着记下道 人族的天赋太过弱小 与其他族群比起来 就仿佛是蝼蚁一般 记下握紧拳头开口道 弱小不是错 错的是明知弱小 却还不拼命变强 我曾在书中读到过 一座国度名为赵皇国 据传说 天渊有一座国度名为赵皇国 里面的人族实力强大 与其他强大种族分庭抗理 不管那传说是真是假 我只知道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会带领太仓人族 不停地往这个目标拼搏下去 看着记下的背影 姬浅秦在心中打定了主意 他在心中想道 若你真有这般志气 那我姬浅秦愿意付出一切 助就人族共同的梦想 几天安稳平静的日子过后 太仓难得下了一场小雨 这场小雨预示着日记已然临近 日记近了就意味着 大量死人的时节要到了 所有人的心中 全都冗罩着一层阴霾 陆渝对着记下奏报 启禀国主 往年日记除了食物之外 第二致死的原因便是严寒 附近的树林已被砍伐殆尽 过冬取暖的木材 已经严重不足了 记下文言后开口道 诸位可有什么办法 一名大臣有些迟疑地上前说道 国主 若是能够获得足够的预寒符文 可以少死一些人 听说大福国有一种符文 只需要贴在火炉上 火炉就可以源源不断产生出火焰 而且符文催发的火焰 还要比木材烧出的火焰更加炙热 记下文言后符文档 如今的太仓一穷二百 远远负担不起大福福文的价格 都下去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夜晚 记下站在寝宫的门口陷入了沉思 果然还是生产力不够发达呀 若是我前世的社会 根本不可能会缺一少粮 大量的预寒符文 我们有没有可能自行生产这种符文呢 就在记下胡思乱想的时候 他猛地察觉到了自身体内传来的变化 体内大雪山中的大日震灵熔炉 突然直射出两道精纯无比的灵源 流转进入他的眸中 记下只觉双眸一热 一幅画面仿佛穿越无数空间 倒映在他的瞳孔之中 那是一尊百丈巨人 正和一尊三目神人交战 三目神人对着百丈巨人开口闹 四扬朝 你斩断西神之柱 神兵西城 致使无数神国强者生死 无数神山轻塌 无数神河断流 无数神庭神奇香火涌断 陛下命我前来斩杀你 你还不束手就擒 被换为四扬朝的百丈巨人冷笑道 你也现好歹是神庭天特将军 说的话真是可笑至极 我四扬朝纵横不知多少年 无数国度被我洗劫 你可听说过我有束手就擒的时候 三目神人文言后冷声道 那我便要了你的命 两人相争 震天汉地 下方庞大的山岳发出低沉的轰鸣 仿佛无法承受二人战斗的余波 静下的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 这两人是天上的神奇吗 如果太仓遇上这样的敌人 应当如何抵挡呢 就在两尊神人激烈交战时 一道宏伟沧桑的声音响彻天地 你们为何要吵醒我 一道巨大的山岳虚影缓缓不现 再看到那座山岳虚影的瞬间 三目神人以及四扬朝心中 剧都充满了恐惧 哪里还顾得上争斗 两人二话不说话为两道 流光迅速逃蹋而去 山岳虚影也不追击 只是发出了一声轻笑 呵呵 原来是两个小娃娃在吵闹 下不为例 声音落下 巨大的山岳虚影缓缓消散 与此同时 季下的目光瞬息之间回归躯体 大日震灵熔炉也归于沉寂 季下在心中震惊地想到 那座巨大山岳是太皇 竟然是太皇 连那两名超级强者在面对太皇的时候 也抵挡不了他外放的一丝气息 观看刚才的大战让我有了不少感悟 天苍蝇已经入门了 原以为神通境便能镇压一房 现在看来我还是坐井观天了 若是哪天招惹上了那三木神人 或者那名叫四阳朝之类的强者 太苍威矣 不过我的修炼速度也不慢 或许以后我也能成长到那一步 就在季下沉思的时候 鹿鱼突然匆风茫茫的跑了进来 季下对着鹿鱼疑惑道 鹿上已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如此慌张 鹿鱼回道 回禀国主 饿脚国语就犬国打起来了 就在今天 这是暗牢那边刚从一个抓到的 纠犬逃兵身上得到的信息 看到纸上的信息以后 几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 看来纠犬国现在正是内部空虚的时候 鹿鱼点头道 如此一来 他们短时间之内是抽不出空来对付我们了 季下文言后微微一笑 不止如此 鹿上瘾 你不觉得现在正是好时机吗 鹿鱼一脸猛逼道 国主 你是只趁着这个机会与纠犬国签订契约吗 季下摇头道 不 我泰仓占据优势 为何要和这群恶狗谈判 以去通知各位将军 整肃军队准备出征 目标 纠犬的脑巢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纪下静静地望着下方的阵列 他对着身后的姬遣情淡淡道 姬将军 出征的军事都到齐了吗 姬遣情回道 国主 仓首军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这些都是我亲自挑选的金瑞 纪下文言后点头道 有此等军事与我一同突袭纠犬国国都 一定能够成功 就在纪下的话音落下 一名大臣突然出声劝谏道 国主 万万不可呀 此行凶险 就算要去 国主也不能亲自犯险啊 还请国主三思啊 太仓承受不起再次失去国主的代价 纪下文言后冷声道 别的人可以死 为什么我就不能死 这算什么道理 再说我如今也是修行者 也应该多经历几次战斗才能成长起来 说到这里 纪下微微一笑 随后他继续开口道 凭我现在的实力 恐怕就是姬将军也不能稳稳胜我 自保绰绰有余 感受到从纪下身上传出的灵源波动后 刚刚出生的那名大臣立刻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见状 纪下微笑道 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 下去吧 说完 纪下转身面向了下方整齐的阵列 他深吸一口气后大喊道 将士们 我很敬佩你们不惧死亡参加此次行动 太仓自建国以来就备受纠犬的侵扰 我们的家人成为他们的食物 我们的房屋被他们烧毁 而我们却只能默默忍受 多少同胞葬身于他们的刀下 多少粮田被摧毁殆尽 这样野蛮的种族难道就不应该灭亡吗 听到纪下的话语 两千仓守军面色激动 他们激动的大吼 吼声震天 复仇 沙帮他们 抢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纪下右手续空一压 声音缓缓平息下来 随后纪下继续开口道 你们乃是仓守军中的佼佼者 实力比起仓位都不遑多让 甚至更加强大 自今日起 你们脱离仓守编制 赐名太仓淫位 纪下张开双手振臂一呼 今日讨伐纪犬 将军之位由我亲认 纪犬王室的人头和府库中的宝藏 就是太仓淫位赠予太仓的贺领 伴随着纪下的花音落下 太仓淫位顿时发出震天的嘶吼 大风大风大风 另外一边 在纪犬南边界的一处平原上 数万纪犬大军在这里安营扎寨 在他们以南的方向 则是恶角的国度 此时在一个营帐内 一位身披黑色斗篷的纪犬正坐在上手 他是纪犬国的大将 是纪犬军中最有权势的纪犬 他的名字叫杜桑 一位纪犬将领向杜桑行礼道 将军 恶角三次猛攻都被我们击退 让他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我觉得两三日内他们不会再次攻击了 我们是否应该分军回城 城中镇守的军力太少了 如果太仓得到消息 难保不会趁机 这位纪犬将领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 只听另一位将领冷笑道 就平区区太仓嘛 便是给他们几个胆子 他们都不敢有新兵进纪犬 他们实力经过两次大变故 已经弱小到了极致 根本不足为惧 听到这话 先前说话的将领立刻反驳道 派去太仓索取粮食的纪犬使团 都被太仓那个矛头国主杀了 那个矛头国主就是一个疯子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眼见着下手中将吵了起来 杜桑抬了抬手开口道 兜住嘴巴 随着杜桑的话音落下 军杖中瞬息之间落争可闻 杜桑拿起一块血肉丢进了嘴里 他大口咀嚼一阵后开口道 让他们来吧 我们的国主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两个时辰过后 太仓因为已然到达了边境 姬潜情走到纪下的身旁小声说道 照理说 我们军队出发的消息肯定被纠犬得知 可是一路上都没有丝毫的动静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 纪下回道 我早已派遣阴丁先行一步侦查 等他回来再做打算 不多时 一道人影飞快靠近 此人便是前驱探查的阴丁 鹰丁对着纪下单膝下跪道 主人 鹰丁已经详细调查了前方的路途 没有任何埋伏 听到鹰丁的话后 纪下面目沉静 他想了想后开口道 看来纪犬那边也知道 他们剩下的兵力正面打不过我们 想要引我们到城下决战 纪潜情文言后出声道 既然他们早有准备 那我们还要继续前进吗 纪下微微一笑 当然要 今天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彻底毁灭他们 另外一边 在纪犬国的王宫之内 一道道血色流光弥漫 血色流光全部流入上手的续空之中 为首的纪犬国主虔诚地祈祷 真神魔多 你的信徒将为你献上最精纯的血肉 祈求你降下真神之力 将信徒的敌人都斩为飞灰 真神魔多 请降身于此 伴随着纪犬国主的话音落下 宫殿中立刻刮起了一阵大风 一股腥臭的气味随着大风传来 魔多真神的轮廓缓缓浮现 纪犬国主语气颤抖道 请真神享用这些血肉 听到纪犬国主的话后 数百双手被绑 嘴巴被堵住的纪犬立刻奋力挣扎 然而内置被称为魔多真神的轮廓 伸出长舌一卷 那数百纪犬瞬间就被卷入漆口中 纪犬国主再次开口 伟大的真神 请您赐予我力量 仿佛听到了纪犬国主的召唤 无数道血色流光瞬息之间 冲入了他的体内 几期时间过后 只见纪犬国主的眸中 倒映着一道诡异的符文 他不禁发出了真正狂笑 哈哈哈哈 如此强大的力量 太苍小儿根本不足为惧 不过这点血肉 只能运用魔多之力一刻中时间 还需要准备更多的血肉才行 就在这时 一位将领壮着胆子开口道 国主 这样值得吗 一场战争打响 魔多便要吞噬上乱血肉 那便是上乱揪犬子民将要死去啊 听到这话以后 揪犬国主立刻朝着他一掌抓去 下一刻 这位将领立刻化为数颗血珠 出现在了揪犬国主的掌心 揪犬国主望着掌心上的数颗血珠成声道 事到如今 我和杜桑将军的选择是对也好 不对也罢 都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这便是魔多赐予你们的灵样 你们只需释放魔多 只需为魔多提供源源不断的血肉 魔多贵为古老神灵 自然会赐予你们超脱 说吧 揪犬国主将手中的血珠一挥 血珠顿时落入各位将领的手中 数个小时之后 姬浅秦一边斩杀了一头 揪犬一边皱眉说道 揪犬王城在后 揪犬们不想着巨手揪犬成 怎么反而清朝而出了 难道他们疯了吗 记下召唤出复仇之剑弹弹道 既然都已经来了 不管这揪犬国主有什么依仗 我们便都接下吧 所有太仓淫未听令 随我杀光这些狗头人 随着记下的话音落下 太仓军武的气势瞬间达到了顶点 在两股军武直面的那一刻 揪犬军武几乎在几个呼吸间 就被打出了一个缺头 哪怕有五百恶犬军在 纠犬一方仍旧毫无反抗的余地 纪浅情更是犹如战神一般 在他所过之处 无数纠犬拦腰被斩断 看到这一幕 纪下忍不住笑道 不愧是神通敬强者 一人敌数百军士不在话下 就在纪下分神之际 一名纠犬军士趁此机会 朝着地下冲了过去 然而纪下的实力早已惊飞昔比 在那名纠犬靠近的瞬间 纪下立刻一掌拍出 后发现至 那名纠犬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一掌击毙 此时在城楼之上 纪犬国主注视着下方冷声道 你们还在等什么 难道在等对方的神通强者打过来吗 此言一出 众位首领顿时进入寒蝉 随即一个个的都将血猪吞入口中 刹那间 他们周身的灵源猛的爆发 显露出惊人的威势 随后朝着下方的太仓 淫卫冲了过去 纪浅情看向众首领 心中疑惑顿声 八位九重天强者 这怎么可能 纪犬国何时有如此多的九重天强者 这时纪下的眼中仿佛有两轮烈日正在雄雄燃烧 自从那日两尊强者大战 无意间激发了大日镇灵熔炉的威能 熔炉威能加持到纪下双目之上 让他的双目化作一对灵眼 被纪下命名为大日灵谋 纪下面色凝重地开口道 他们好像将自己的灵魂祭祀给了某个强大的存在 纪下对着纪浅情说道 快蹲我来 太仓因为不是他们的对手 说着 纪下便带着纪浅情朝着那八位部族首领冲去 此时的八位部族首领已经与太仓营卫正面交手 九重天的实力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太仓营卫根本就难以抵抗其威势 就在一位部族首领准备斩杀一位太仓营卫的时候 只见一道剑光急速飞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斩下了那名部族首领的头颅 纪浅情淡淡道 强行催化出来的九重天不过是楼尾巴 听到姬浅情的话后 部族首领们立刻怒声道 真是狂妄的女人 就在这时 记下冷亨一声 掌中灵源疯狂翻语 犹如巨浪拍击而去 一层墙过一层 百叠浪的强大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周身所有的空间都好似被百叠浪锁定 若是转身退去 就要被百叠浪轰成飞灰 几头纠犬首领神色决然的开口呢 事到如今只能这么做了 族人会记住我们的 恭请魔多挥下多目将 消灭我们的敌人 随着几头纠犬首领的话音落下 一头巨大的怪物从虚空中浮现 这头怪物的脸面与邪神魔多的脸面一般无二 十二条长竹伸展开来 之上有许多红色眼眸缓缓缓睁开 是谁在召唤我 看到这一幕 记下摊开手掌 大雪山中的灵源疯狂涌出 他面色冷漠地开口道 哪来那么多废话 天苍蝇 记下手腕一番 狂暴的灵源化作一只巨大灵源首长 朝着多目将狠狠轰轰去 多目将开口道 我乃魔多大神麾下多目将 可悲的蝼蚁 你竟然敢向我出手 多目将的话还没有说完 灵源掌印已然负压而来 一声恐怖的巨响响起 原地扬起漫天的尘埃 记下对着缓缓消散的多目将冷冷道 什么多目将 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没过多久 在记下和姬浅秦的联手之下 八位部族首领就被全部斩杀 所有纠犬军士四散奔逃 记下手持复仇之剑高声道 全军进攻 占领纠犬国都 一名纠犬军士满脸慌张地 对着纠犬国主说道 国主快逃吧 我军已经败了 纠犬国主文言后冷笑道 我为什么要逃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呢 真神魔多 我将纠犬子民们的性命 全都贡献给你 随着纠犬国主的话音落下 一个空间漩涡 陡然间出现在了 纠犬王城的上空 无数纠犬子民 都被吸入了这个漩涡之中 几息之后 一道道血流从漩涡内飞出 在纠犬国主的手中 凝聚成一颗拳头大小的血珠 纠犬国主毫不犹豫地 将其一口吞下 纠犬国主的声音响彻天地 真神魔多会将你们全部吞噬 随着纠犬国主的声音落下 一句句已经死亡的 纠犬军士的尸体 竟然缓缓爬起 重新站立起来的纠犬军 战力似乎毫无减弱 反而更加强大 纠犬催动大日灵眼 看向了纠犬国主所在的位置 只见一头高约百丈的 巨大舌头虚影 正在凝视着战场 纠犬在心中暗道 这似乎是祭祀术法 看来纠犬国获得了 祭祀沟通他们的图腾的方法 这种邪术需要持续进行 将施术者斩杀 或许能解除此劫 听到纠犬的话后 纠犬情立刻自告奋勇道 太苍因为无法阻挡 这些复活的怪物 我这就去将那纠犬国主掌了 记下文言后刚想阻拦 可是姬浅情已经冲了出去 一道道剑气纵横 展出了一道血肉之路 姬浅情的躯体凌空一跃 跃过了尸体大军 很快便来到了纠犬国主的面前 然而在面对姬浅情 这位神通强者来袭 纠犬国主不慌不忙 他轻轻抬起右手 一团暗紫色光球 顿时在他的掌心凝聚 纠犬国主冷笑道 你这小娃娃还挺聪明的 知道来斩杀身为术法源头的武 不过可惜的是 你还不够资格 随着纠犬国主的话音落下 暗紫色的光球化为了一条长蛇 瞬间轰在了姬浅情的清军剑上 姬浅情一下就被轰飞了数十米 一抹鲜血自他的嘴角滑落 姬浅情在心中凝重的强盗 此贼在邪术的加持下 力量甚至比我还要强大 得直接用杀招了 清军剑是精妙无比 在我突破神通后才算勉强掌握 这最后一事足以对付他 不过我能连续召唤真神魔多 你又能再打出几招那样的剑势呢 听到这话 姬浅情在心中暗倒 糟糕 灵源已经不够了 我要死在这里了吗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突然吸引了鸠犬国主的注意 当鸠犬国主朝着金光的方向望去时 只见一个身影正拉满了一把一人高的奇异长弓对着自己 还不等鸠犬国主有所反应 一把由灵源化作的剑势急射而出 鸠犬国主见状后冷笑道 雕虫小记 说话间 鸠犬国主左手一挥 在他头顶的神灵虚影如闪电般探出 迎向了那只灵源剑势 在鸠犬国主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神灵虚影与那箭矢相接 瞬间就被箭矢洞穿射赛 灵源箭矢去世不解 一箭洞穿了鸠犬国主的身体 而后落在了鸠犬王城的街道上 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 周围的建筑在一瞬间成为了一片废墟 几个小时过后 齐浅情对着记下说道 因为已经细致搜寻了好几遍 找到了许多值钱的东西 也找到了许多王室血脉私藏的灵精 可就是无法找到俯库的位置 记下文言后喃喃自语道 纠犬是个好战的国度 光从恶角和太苍两国中夺去的天才地宝 就有许多 不可能没有俯库 他在心中暗当 要是我有探查宝物的方法就好了 忽然记下猛地想到 自己的大日灵谋不就可以用来探查吗 想到这里 记下眼眸中似是有两轮烈日升起 不过片刻的功夫 记下便看到了一处散发着炽热光亮的地方 姬浅情看到记下的举动 他立刻明白了记下的意思 来人 把这王座扳开 听到姬浅情的话后 记下轻轻摇了摇头 不用这么麻烦 说着记下的手中突然凝聚出一股雄魂陵园 记下手腕一翻 巨大的陵园掌印重重轰击在王座之上 轰荣一声乍响 扬起了漫天的灰尘 等到灰尘缓缓散去后 一个洞口顿时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洞中有着很多的珍稀宝 记下用大日灵谋看去 很快就被一个木盒吸引了注意 这个木盒上有着剧烈的灵源波动 灵源气息异常浓厚 当记下打开木盒一看 只见其内却是一柄平平无奇的剪刀 记下拿起剪刀细细端向 发现这把剪刀只有一个剪柄 剪柄上刻着龙须剪三个字 另外一个剪柄不见的踪影 姬浅情凑到记下的身旁小声道 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剪刀 有什么特殊的吗 记下摇了摇头道 我也看不出来 我的大日灵谋只能看出这把剪刀有些特别 还不知道它具体有什么用 只能先带回去慢慢研究了 这是姬浅情对着记下兴奋道 我主 这里还有很多珍贵的灵精 记下文言后露出了一抹微笑 灵精可是能制造神通气的好东西啊 纠犬就和太苍一样 国中只有铁匠 并没有筑气灵尸 倒是平白浪费了这些灵精 以后把这些灵精 带去大幅换成灵精道也不错 十几分钟后 在王庭之上 一位太苍营卫对着记下说道 我主 这是从各处搜寻而来的灵精 一共三千余枚灵精 记下文言后兴奋道 竟然有这么多吗 有了这些灵精 我太苍子民终于能吃饱饭了 日记前一个月 太城的清晨总是很寂静 但是今日却有所不同 因为城墙上新贴了一格告示 一大群太苍子民凑在道士前指指点点 有人开口说道 国主这次轻争揪犬是不是有点太不妥当了 而且只带了两千人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在这时 一位头发须白的老人 颤颤巍巍的朝着道士走来 一人见状后立刻大喊道 是碧无老人 大家快让一让 在太苍之内 凡是年龄超过百岁的老人 都被称为碧无老人 有人对着那名碧无老人说道 祖老 您认为国主此行到底如何 碧无老人回道 就全国那么长时间以来 都比我太苍要强大 国主此次贸然决策 多少有些任性了 就在碧无老人的话音落下 一道怯生生的声音突然从角落传来 可是布告上明明写着太苍大别 太苍因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足足有五个大包袱呢 说话之人正是锦玉 听到锦玉的话后 立刻就有人说道 小姑娘你不懂 万一是彩胜呢 要是出征的太苍男儿都死得差不多了 那可如何是好 锦玉文言后反驳道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一位人让只会引来王国灭主 这事必无老人开口道 这个小女娃说的也有道理 可这次战斗本身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了一丝胜利 千百个家庭便要陷入悲痛之中 这真的值得吗 锦玉文言后刚想辩驳什么 却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当然值得 随后人群中想起了一阵阵的骚动 不断有人跪服行李 国主万安 苍武老人在探到记下来后 立刻想要跪拜行李 但是却被记下一把扶住 您是百岁老人 不必向我跪拜 听到记下所言 苍武老人抚恤笑道 国主保全了整个太苍的安全 老朽自带行李 对了 老朽还有一些问题想提 几下闻言后立刻回到 老人家请说 听到记下的话后 苍武老人突然神情一粟 他直视着记下问道 今日为何不见内出征的两千军士回来 只有国主和姬将军和破贤城主三人回来 莫不是他们已经覆灭了 苍武老人此言一出 周围顿时响起了阵阵议论之声 难道这是真的吗 我最好的兄弟也在这队伍里啊 就在所有太苍子民陷入悲伤中的时候 记下出言解释道 大家冷静一下 七月儿郎还在行军 我们三人私家心切便先行一步了 老人家放心 有荣禄和蒙眼两位将军领军 无碍的 听到记下的话后 苍武老人叹了一口气道 国主莫要见怪 也莫要恼怒老朽 老朽与许多国人一样 只是看不得我太苍而狼无不死去罢 记下语气突然严肃道 我太苍受了数百年压迫与灵涅之苦 似乎失去了进取之心 或者自始至终太苍便从来没有进取之心 可太苍需要发展 太苍不能步步自封 在这个无疑蛮荒危机四伏 想要存活下去 就必须与一族争斗 我们不仅仅要解决民生问题 我们还要让太苍人族各个都可以修炼 人人都是修士 我们只有强大起来 才能真正立于这弱肉强食的世界 看着记下长生而立 谈侃而谈 谋中满是自信 这种自信犹如天生 犹如神灵赐予 让在场所有人心中都产生共鸣 霍显忍不住在心中暗倒 如此豪情 太苍人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国主这般的人物 在他体内的灵源大雪山上动发而出 霍显自此超凡脱俗登陵神通 霍显激动地对着记下行礼 国主一袭话语助我击碎天杖 当以先行之师身份 受霍显一拜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记下一边走一边对着景也问道 霍显城主突破神通 恩赐子民的粮食已经发下去了吧 景也笑道 回国主 昨天太城府来报 时日粮食都已经下发 而且是依照每日三餐的标准下发 无数百姓领了粮食都自发前往大风向前 为国主和太仓祈福呢 记下回道 现在足足有三千余梅灵精 哪怕太仓百姓敞开了吃也能坚持许久 让他们放心吃 不要藏着 景也文言后回道 国主 看你性质不太高的样子 莫非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记下语气有些沉重地说道 猛鬼离开太仓多日 但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难免有些担心 这是猛鬼委托我转交的信 若是他真的出了意外 我不知道该怎么与对方说 没过多久 记下和景也两人就按照信纸上书写的地址 来到了一处十字小屋前 记下扣动房门道 请问有人在家吗 下一秒 房门被推开 一道白色身影从房屋中走出 记下倾刻一声从怀中拿出 当初猛鬼给他的书信 递给了白衣女人 姑娘 这是猛鬼托我送来的书信 那白衣女人也不搭枪 眉宇中还有几分疑惑 她向前两步接过书信 又退回原位 不理会记下和景也二人 自不自看了起来 白衣女人的神色 随着不断阅读书信愈发阴沉 终于 白衣女人看完了书信 只见她毫无动作 孔独的气息陡然间 从她的体内动发而出 强大的灵源波动 就好似浪潮一样翻涌而来 将记下周身蠢蠢欲动的 灵源尽数镇压 又将周围空间尽数锁死 记下的心中充满了惊骇 这是什么层次的力量 我这般雄浑的灵源 面对这股力量 竟然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 记下冷汗流淌而下 姑娘 我对你没有恶意 你为何要这么做 记下的话音落下 恐怖的力量突兀消散 好似根本不曾存在过一般 看着白衣女人的背影 记下不由在心中暗挡 不知道是哪里的强者如此强大 光旧方才那一手 就要胜过神通进步之反击 猛鬼这个老乡好 到底是何方神圣 记下倾刻一声刚要出声询问 却见这白衣女子 突然向着天空一跃 一阵白色烟雾出现 在记下和景野二人惊骇的眼神中 一条长满明甲的白色蛇尾 从烟雾中梳展了出 记下瞬间想起了一本典籍中记载的描述 两爪 五角 这是蛟龙 白色蛟龙威严万分 他伸出龙爪一抓 那所精致的食物便被他抓上了天空 随后龙手向西 朝着西方急飞而去 景野心有余计的小声道 猛鬼德下真是厉害啊 居然能跟龙搭上关系 真乃无被楷模 记下眉头深皱到 不太妙 看这条龙的反应 恐怕猛鬼现在已经凶多吉少 此时在周清国的赤岩山上 一名身穿一身红衣的女人 对着猛鬼冷笑道 终于找到你这只臭老鼠了 告诉我你是谁 竟敢来杀我们大富国的人 猛鬼文言后悔道 要杀要寡西听尊殿 我早就受够你们了 听到猛鬼的话后 红衣女人顿时大怒 只见她伸手一挥 猛鬼的四肢立刻就被分离了开来 红衣女人冷冽的声音再次响起 说出你背后的主谋 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猛鬼艰难的开口道 嘿嘿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 猛鬼的话音刚落 一道黑色的鲜血就从她的嘴角慢慢滑落 眨眼间便失去了生机 红衣女人喃喃道 被我阻断了 凌缘都有办法自杀 看来是专门培养的死士 不过别以为这样做就能保住你主子的秘密 这份仇怨就让你们的周清国来承担吧 几个小时过后 空气一阵怪异的波动 一个白衣女子从中走出 此人正是那条得知了消息匆匆赶来的白娇 她抬起右手轻轻前推 像是在赶知什么 几期时间过后 白娇喃喃自语道 半骨族魂魄没有残魂 无法成为妖灵 她眉宇间原本的担忧变为了深深的悲伤 眼神也变得更为死寂 如同失去了深的希望 一道泪痕从她的眼角滑落 你即使要为太苍献身也应该提早与我商量的 大夫这等威莫种族又怎配威胁于你 她闭起眼睛仿佛一语一般小声说道 强陀的木螺草马上就要冻死了 留下的一幕幕可归记忆 都在此刻疯狂涌来 她捂住胸口 此刻她感觉自己的龙心一阵一阵脚痛 让她难以承受 忽然 她猛地抬起头来 一道白色蛟龙虚影自她的身后浮现 她的口中吐出一段复杂难遇的阴节 短短几夕的时间 一个人形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继而变得与人族一般无二 白娇开口自语道 你往日总说来世要成为人族 现在你可以如愿了 这二十四玉龙王宝珠往后 就是你的五脏六腑 不过肉身虽已重铸 但魂魄却要另找高人相助 我一定要救你醒来 哪怕付出任何代价 几日过后 太苍的夜晚下起了鹅毛大雪 使得整座太苍城都裹上了一层银桩 记下伸手接过一片雪花问道 派人潜入周青的事进展如何了 纪显情文言后回道 已经派遣三名七重天修者乔庄前往 目前还没有回应 倒是苍城来报 周青山上驻扎的四千周青军已经撤离 听到这话 记下喃喃自语道 看来猛鬼的行动已经成功了 只是不知为何他还没有回来 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纪浅情文言后孝道 国主不用担心 那条白胶一定是去接他了 兴许是要独处一段时间吧 听到这话 记下的脸上露出了恍然的神色 隐藏在心中的不安也随之消散 他对着纪浅情孝道 等他们回来了 我要亲自给他们去做梅 时间不早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回到寝宫 知道积累了多少神术灵种 随着记下心念微动 他的心神顿时来到了禁朽神术空间内 在灵种数量面板上清晰地记录着一行小字 禁朽神术灵种八千四百六十七 看到灵种数量面板上显示的数值 记下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一抹笑意 不再多想 记下再次心念一动 进入神术空间第一层 下一刻空间变换 无数光团和光点出现在了记下的身旁 其中一个光团无比巨大 与周围细小的光团形成鲜明的对比 记下心中大喜 太好了 这个光团这么大 就是你了 当记下抓取光团一看 只见一条条信息顿时显现 旋风穷奇君 对换所需灵种十八万 记下脸色猛的一黑 他只有八千多的灵种 这旋风穷奇君竟然要十八万 记下想也没想就将手中的光团用力一致 光团脱离他的手掌立刻飞走 可是飞到一半他却突然停了下来 又朝着记下勾勒出一个鬼脸 看到这一幕 记下顿时大怒 你这小东西竟然敢嘲讽我 等我抓到你 有你好果子吃 突然 一道流光从记下的面前飞过 他下意识地伸手一抓 一道信息赫然显现 是否召唤成天网 成天网 可以储存捕捉到 却未兑换的禁朽流光 以及禁朽玄光 见状 记下在心中私存 有了这玩意就不用担心 错过什么心仪的神物或者神君了 就是不知道这价格咋样 想到这里 记下试探性地问道 召唤成天网是否虚 还不等记下的话说完 一道信息顿时浮现在他的面前 以确认召唤成天网 确认扣除召唤所需灵种2000点 记下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记下心念微动 成天网自虚空中漂浮而来 他在心中想到 2000灵种虽然珍贵 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有点作用的 如果我能存储光团的话 以后看到想要的光团就能直接存储下来 再也不用碰运气了 记下安慰了自己一番后 再次将目光转移到了漫天的光团之中 几个小时过后 记下从中选出了四个神物 神物一 玄剑宝镜 兑换所需灵种1200 剑物剑真身 神物二 注脉精石 兑换所需灵种1200 洗髓灵食进阶神物 神物三 蛇纹石 兑换所需灵种300 用于撰刻符文锻造符文宝物 神物四 古脉秘果 兑换所需灵种3500 让人族觉醒身体魅的上古血脉 记下在心中得意的想法 注脉精石和古脉秘果能够有效提升实力 宝镜可以用来鉴定 蛇纹石能作为与大复国高层接触的影子 这波转翻了 不过灵种看着很多 但是用起来还真是快啊 要是能白调就好了 就在记下的意识准备退出神术空间的时候 突然有一道光团吸引了他的注意 神人秘果种子 兑换所需灵种12000 可在神术上孕育秘果 成熟后可随机获得一尊神人 看到这里 记下的眼睛猛的一亮 他在心中想到 难道能孕育出传说中那些开天辟地的大神吗 看来要攒灵种了 现在先用宝镜去鉴定一下那把龙虚剪和玉佩 想到这里 记下心念一动 意识顿时从神术空间内退出 此时他的手中多了一面玄妙的镜子 镜子的上方雕刻着一头神兽 正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兽白泽 记下在心中暗党 相传白泽通过去 小未来 知晓天下万物 娟客在这面玄剑宝镜之上倒也极为合适 想了想后 记下从怀中拿出了太仓国令玉佩 随后拿着玄剑宝镜一照 刹那间 一幅幅画面在宝镜中浮现 在一片苍茫大地之上 数以万计的人族子民正在劳作 突然画面一转 无数拳手无数猴脸的敌人蜂拥而来 一位为人族英豪壮烈牺牲 画面再次转换 一颗燃烧着熊熊火焰的星辰从天而降 瞬息间大地崩裂生命消逝 两久 宝镜之上的画面终于停止 记下轻轻叹了一口气道 这些画面都是太仓以往所遭受过的劫难 就当记下心中泛起波澜的时候 一道信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太仓穷令 由此玉佩则受益博固去英灵认同 同时受玉灵认同 获得可以册封本土神奇的权柄 可册封神奇数量一 册封要求 玉灵境界以上修饰妖魔王魂 今生一尊 在得知这没玉佩的作用以后 记下的脸上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原来这玉佩还有这等奇异的用处 册封要求最低也要玉灵以上境界 我上哪里给你找一堆玉灵境界的大修饰啊 记下微微摇了摇头 随后又从怀中取出了那把龙虚茧 玄剑宝镜之上的白泽再次张目 但这次镜面之上仿佛被一层浓雾遮住 没有任何景象出现 几期时间过后 镜面上突然浮现了一行小字 需要用精血喂养 记下的精血滴在龙虚茧上迅速被吸收 然而龙虚茧却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记下在心中想到 还没喝够吗 看来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搞定你了 另外一边 在周青城外的一片密林里 几位由记下派遣而来的赤后 正一脸惊骇地看着前方的周青城 一名赤后喃喃道 竟然是天罚 这些周青猴子到底招惹了何等的存在 得赶快回去禀告国主 周青城已经毁灭了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记下看着手中的秘信露出了一丝两然之色 他立刻想到了大福玉剑中 七位大福强者用灵符气显画出一只符文锯锤 一锤就将千百只三头巨兽锤杀的景象 这是一位大臣上前一步说道 国主 往后我们要如何应对周青国 记下文言后笑道 你们知道周全与周青的差异在哪吗 上伯记则回道 回禀国主 周全以南与恶角伯接壤 国土衍生之处又有许多实力不弱的国度 而周青已稀 只有几个极为弱小的种族盘踞 虽称为国度 实力却比以往的太仓都要弱小许多 这些小伯更稀乃是一片荒漠 荒漠尽头才是大福伯所在 所以周青国的周围除了我们之外皆是弱者 记下文言后赞道 上伯调理清晰 短短几句就将周犬和周青地域上的差异说清楚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占周犬之地的原因 而周青之地有天然的荒漠作为避障 没有过多外敌 我听说周青盛产甜美瓜 不知诸位可想尝一尝这味道 听到记下的话后 一众大臣的脸上进阶流露出兴奋的神色 记则兴奋的欢呼道 好好好 等到周青内耗结束就不用便宜西遍那几个小活了 周青之地将成为我太仓的瓜果之香 几日过后 记下经过连日的修炼和调理 他的大雪山以及身躯都已经到达了巅峰 他取出古麦蜜果在心中想到 如今我的状态已经打磨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吃下这颗古麦蜜果了 这么想着 记下直接一口咬了上去 他边吃边想到 这颗古麦蜜果价值高昂 虽然还比不上大日震灵熔炉 可3500颗灵种也算是昂贵非常了 不知是会获得神话中上古大荒人族的血脉 还是会获得无垠蛮荒人族的血脉 不然 一股苍茫原始的气息从记下周身散发而出 他的心脏剧烈跳动 一条条连接心脏的脉络之上泛起淡淡的筋芒 终于 记下的眉心射出一道金色的流光 流光眨眼间冲破天际 来到一颗巨大星辰面前 这颗星辰散发出极量的光芒 甚至要比无垠蛮荒天空中的三颗太阳还要刺眼 这颗巨大的金色星辰仿佛有其生命 似乎感知到了这道穿越无数空间来到他身边的流光 突然 一条蓝白色的光芒从金色巨星内集射而出 瞬间与记下意识所在的流光交汇 就在这时 虚空中有一只巨大手掌陡然间浮现 张手就朝着记下的意识抓去 一下就将记下的意识牢牢抓住 记下在心中暗叫了一声不好 糟糕 这巨爪想要阻止我觉醒血脉 就在记下绞尽脑汁想着如何破局的时候 在他脑海中的禁朽神术突然光芒大放 一条九爪金龙从神术中飞出 九爪金龙直接狠狠地撞在了巨爪之上 轰的一声巨响响起 裹挟着几下意识的流光恢复自由 瞬间回到了记下的体内 一时之间 记下头顶金光乍现 他体内脉络之上的金黄也缓缓消失 一道道信息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红石大雪山中多出了一道法相 这道法相面目沉浸头戴金玉高官 在记下的大雪山中闭目而坐 记下从古脉秘果中获得了碎星君法相 觉醒了远古人族的一种血脉 从此观想法 像陵园就能如大河奔流滔滔不绝 除此之外 碎星血脉的传承中还有一招见识 碎星遇见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距离日记来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记下告知了几位重臣自己要去一趟大福国的打算 尽管几位重臣极力劝阻 但是记下心意已决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无垠蛮荒世界 如果自身不变的强大 那么随时有一天就会如周清国这般被随意毁灭 为了太苍人族的存亡 记下不得不走出这一步 几日过后 在苍茫荒漠之中 三颗落日紧紧贴着这片寸草不生的荒漠边缘 一位白袍少年背负一个包袱独自行走在这片荒漠之中 这名少年正是太苍国主记下 记下喃喃自语道 再过半个时辰就能穿越这片无名荒漠到达大福了 这几天我又获得了不少灵种 正好兑换了这副面具 记下自语间 右手往脸上一抹 下一刻 记下的面容大变 更为神奇的是 记下连带身躯都高大了几分 他在心中想到 要是能早些得到这副面具 猛鬼也就不用受苦了 记下正自想着 突然他感知到了远处传来的一阵一样 大地越来越颤 一丝不祥的预感出现在了他的心中 记下运转大日灵蒙一看 他的脸色猛的一变 糟糕 竟然是寿草 第一次出来就遇到了这种事情 而且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妖兽 听着这恐怖的震动 用无边无际形容都不为过 我不能跑 否则一定会被踩死 得找机会爬到他们的背上 记下不再迟疑 他的脚尖倾点地面 瞬间跳到了一头斑斓巨猫的身上 如此跑了几分钟后 远处的沙漠上突生变故 一道万丈光芒从天而降 光芒之中一座浮空岛屿显现 所有的兽类全部停下了脚步 他们的眼中都有一种狂热的情绪在酝酿 下一刻 所有兽类慢慢匐匐而下 向那座浮岛低头 记下抓住机会站起身来奋力跃下 他在心中想到 好神奇的岛屿 竟然能让群兽跪拜 看样子一定有了不得的宝贝 我得上去看看 半个小时过后 记下走在浮岛之上四处张望 他在心中想到 这岛屿的迈向和实际似乎不符啊 不过能够让那般多强大的妖兽胡佛膜拜 肯定有其原因 也许只是我修为太弱感知不到而已 继续往前走了一阵 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记下心中一惊 他屏住不膝脚步声消失 全身临远点滴不漏 借助树木作为掩护 来到了声音传来的地方 只见一片平地上 正有两方人员正在对峙 一位身材魁梧的壮汉开口道 对这神奇岛屿来说我们都是过客 遇到这珠宝要自然是见者有份 你们二人凭什么据为己有 壮汉说完 在他身旁的一位俊秀少年也开口道 赵无足兄说的是 即使你们二位修为强大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 要是真的打起来 书银还真的说不定 俊秀少年的话音刚落 对面一位身穿黑甲的男人陈生道 我家少主已经说了 这珠宝要归我少主所有 你们四人还不快滚 黑甲人此言一出 俊秀少年顿时冷哼一声 他对着身旁三人说道 赵无 樊竹 卢于琪 不管我们之间平日里有多少矛盾 身为大福族人 遇到外敌自然要一致对外 听到俊秀少年的话后 两名女子也开口道 积修说的是 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解决了这个外人在谈宝药的归属 听到这里 季夏才终于注意到 在不远处的一块山石边 赫然生长了一株神异的药草 季夏在心中暗道 他们原来是在抢这株宝药 若是能打起来我也好浑水摸鱼 就在季夏胡思乱想的时候 只见白衣少年突然朝着 他藏身的方向看了过来 那边的朋友 竟然来了何必藏头藏尾呢 听到这话 季夏的脸色顿时一黑 被白衣少年说破了行踪 他索性也不再掩饰 直接从草丛里走了出来 各位族兄 小弟偶然路过 你们继续 不用理会我 壮汉赵无在看到 季夏面对如此多的强者 依旧面不改色 他在心中暗道 这位少年的实力 定然不弱于我等 若是能够得到他的相助 我们的胜算就更多了几分 想到这里 赵无对着季夏笑道 族兄 我乃大富国赵无 你既然来了 眼前这株宝药 自然有你的一份 赵无的话还没有说完 白衣少年突然开口道 庞诗歇 给我杀了他 名为庞诗歇的黑甲人 立刻应试 随后整个身形 消失在了原地 看到这一幕 季夏的心中又惊又怒 他立刻把复仇之剑 召唤了出来 下一刻 长枪与长剑相撞 镇刻了两道灵硬的神通 二重修士 竟然无法撼动季夏分毫 此时的赵无四人 已经明白了 白衣少年的想法 白衣少年是怕 他们五个人联手 自己的把握 就更少了一分 四人立刻朝着庞诗歇杀去 突然白衣少年 拦在了他们的前方 他对着四人冷笑道 今日我要他死 他必然要死 你们凭什么阻拦 说话间 白衣少年伸手前推 赵无等人 顿感一股强大的压力 向他们袭来 糟糕 这人的灵伦 起码捐克了四道灵硬 如此年轻就这般强大 他究竟是哪里来的强者 看着对方不分青红皂白 便向自己杀来 季夏心中万分愤慨 想要杀我 就凭你们吗 随着季夏的声音落下 无数灵源从大雪山中 疯狂涌出 神通二重的庞诗歇 竟然直接被季夏劈飞了出去 感受到对方 只有凡进嘴重天的修为 庞诗歇的心中又惊又怒 下一刻 庞诗歇终于不再保留实力 在他体内所有的灵源 以一种奇特的路线 灌入长枪之中 随后朝着季夏一枪刺出 看到这一幕 季夏在心中暗道 正好可以拿你试试 我从百叠浪中领悟的新招式 叠浪塔 砰 庞诗歇的长枪 与几下的长剑相撞 发出了一声金属相撞的声音 庞诗歇原以为 势在必得的一击 竟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他在心中震惊地想到 不可能 红极之下 没人能够毫发无伤地 接下我这一招 就在庞诗歇分神地刹打 季夏手中猛地发力 直接将他震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季夏的脚尖倾给地面 身形立刻追上了 正在倒退的庞诗歇 碎星欲见 清心事 碎枯拉朽的力量 瞬间就将庞诗歇的长枪斩断 继而斩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下一刻 庞诗歇的尸体 扑通一声倒在了壁上 在庞诗歇倒闭的一瞬间 场上的众人都已经忘记了争斗 赵无发出了一声惊呼 好厉害 仅仅数息时间 就斩杀了一名神通二重的强者 如果是我的话 肯定做不到吧 就在这时 纪夏对着白衣少年问道 那边的朋友 方才是你说让我死我便死吗 听到纪夏的话后 白衣少年面色羞脑道 你到底是什么种族 叫什么名字 纪夏揉搓着下巴随意道 我叫秦纪 至于种族 你还不配知晓 白衣少年文言后微笑道 你倒是有几分实力 但是与我未顶你还差了一些火候 听到白衣少年的话后 赵无立刻开口道 就算你再厉害 又如何是我们五个人的对手 白衣少年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干的笑意 随即他轻声开口道 你们区区大福族人难道敢对我出手吗 随着白衣少年的话音落下 他的身躯陡然间拔高了数倍 随后便围了一头白色巨猿 赵无等人看到这一幕面色巨变 糟糕 竟然是气凌族 白色巨猿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众人说道 我乃气凌国员灵部少主张仪 游厉至此 原本想不暴露身份细耍你们一番 却遭一只蚂蚁挑衅 四位大福英凯 你们可是要出手对付我吗 我现在只想杀了这只敢于挑衅于我的虫子 如果你们助我捉拿情绩 我便与你们平分保样 随着张仪的话音落下 姬修和卢鱼其两人立刻上前一步攻声道 这位少主 我二人愿意协助于你 听到他们两人的话后 赵无顿时愤怒地大喊道 他刚刚才帮我们除掉了庞尸仙 你们现在就要出卖他 是否太过冷血了些 姬修扭头露出讥讽之色 情绩杀庞尸仙只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 可来帮助一说 况且我的目的只是分得保样 跟谁做我不在乎 赵无听到姬修近乎无耻的话语 他的胸膛剧烈起伏 就在这时 纪下微微一笑道 不要冲动 就算加上这两个人我也不放在眼里 听到纪下的话后 张仪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可真是够狂妄的 你莫不是以为杀个庞尸仙那种垃圾 就能与我叫板了 纪下神色不变 他从怀中取出了龙虚俭 灵源流入龙虚俭之中 龙虚俭顿时爆发出极为恐怖的气息 这时纪下扭头对着赵无还有樊竹二人说道 你们俩不走吗 赵无回道 秦记足兄 此事本就因我们而起 若就此离去 岂不是落得忘恩负义之名 国主也开口道 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单纯看不惯叛徒 听到两人的话后 纪下顿时笑道 既然这样 那等我干掉他们 那保要我们平分 纪下在心中想道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与大夫拉拢关系 不再犹豫 记下右手往前狠狠一推 龙虚俭顿时化为了一道流光飞速 向着张一飞去 张一看到龙虚俭向他飞来 身躯之上的白毛根根立起 他的心头顿生紧张 这东西不可硬扛 张一怒吼一声 体内灵伦之上的灵硬疯狂闪烁 他双手往前一推 一是神通瞬间轰在了 向他飞来的龙虚俭之上 瞬息之间 张一的那是神通 竟然直接被龙虚俭剪破 龙虚俭去世不剪 继续朝着张一飞了过去 见状 张一在心中焦急的想到 逃 我一定要逃 要是被这东西打中 我恐怕会落得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此时的姬修和鲁鱼齐两人还处在震惊之中 忽然 张一伸出两只巨手 直接将两人牢牢抓住 随后朝着身后狠狠一扔 下一刻 二人直接被龙虚俭撞死 化为道道血雨洒落在大地上 龙虚俭终于失去了力量 回到了记下的手中 看着张一狼狈的逃命 记下倾笑一声 想要逃命吗 去 给我捡了他 下一刻 龙虚俭再次朝着张一报射而去 眨眼间便来到了他的身后 看到这一幕 张一心中大害 他立刻取出了一件神通器朝着身后扔出 那件神通器瞬息之间电化为了一面巨大的盾牌 龙虚俭一下轰在了盾牌之上 发出了震天的巨响 不过也就坚持了两期的时间 那巨大的盾牌便被龙虚俭直接轰碎 随后龙虚俭直接刺入了张一的体内 张一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痛哭 彻彻底底成为了一名废人 他脸色怨毒的怒吼道 行进 我已将你的面貌刻入灵石之中 只要你不能磨灭我的灵石 等我族中长辈找到我的葬身之地 搜集到我灵石残余 哪怕只有万中之异都能找到你 皆是你的国度 你的种族 你的血脉都将因你而毁灭 记下摇了摇头 随后弯腰靠近张一轻声道 独兄啊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这并不是我的真面目啊 张一还想再说什么 但是残留在他体内的力量轰然爆发 张一立刻暴毙而亡 死不瞑目 等到张一死后 赵无和樊竹立刻朝着记下跑了过去 记下不动声色再次变化面容 赵无对着记下拱手道 情记足兄的修为高绝 一身手段层出不穷 让赵无十分敬佩 我与卢于其评日里颇有一些仇怨 今天能借足兄之手将之斩杀 也算是我的姓氏 记下文言微笑道 我也不过是自保而已 只是现在有个问题 我今日展现了看家本领 不知道你二人是否值得信任 说到这里 记下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 随即他继续开口说道 我杀死了气凌国原灵部的少主 被人知道了将会是一个大麻烦 记下此言一出 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般 见识过记下的恐怖手段之后 两人都对记下充满了敬畏 赵无连忙开口道 独兄放心 我二人愿与独兄定下陆户之约 今天这个福岛上发生的事将永远埋入心中 绝对不会告知第四个人 凡族也跟着开口道 如果被原灵部知晓 我们这里所有人全都得死 连带大福都会受到牵连 所以族兄尽可放心 赵无立刻用灵源在地上勾勒出一道复杂的陆户法阵 三人滴入鲜血 陆户的双眸在三人脑海中显现 契约正式生效 三人之间的防备陡然减少了许多 记下灵光一闪 他立刻再次变换了一副面容 然后对着两人说道 既然与二位族兄在无界地 族弟不敢再向二位遮掩真实面目 赵无看到记下的变化后 他的眼中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秦记族兄这一容的神通可真是了得呀 两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记下的这副面容依旧不是自己的真正面目 记下在心中想到 神术产物就是让人放心 这面具改变样貌只在一面之间 就在记下胡思乱想的时候 凡族搜出几样物品对着记下说道 族兄 这是从仗义他们身上搜出来的悬方袋 理应归族兄所有 记下接过一个袋子打量道 悬方袋吗 你不知道这悬方袋如何使用吗 记下挠了挠挠的胡编乱造道 我平时一直跟随家中长辈修炼 不太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原本赵无是根本不会相信这种话的 可当他看过记下的实力之后 他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怪不得族兄年纪轻轻便有这等修为 没有用过确实琢磨不透这悬方袋 族兄且看 这悬方兽头只需用一丝陵源流淌过组成兽头的线条 直至全部覆盖 便可开启悬方袋了 记下按照赵无所说做了一遍 下一刻 他手中的悬方袋仿佛沟通了他的脑海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副奇异的景象 在这景象之中朦朦胧胧 有着很多东西整齐的躺在里面 有灵精 也有许多武器 还有很多疏解 记下试着将旁尸歇的长枪放入袋中 果然 长枪竟然毫无阻碍地放入了其中 记下在心中想到 神术虽然也能储物 可是只能放置神术产物 其他东西就不行 有了这悬方袋 就不用像之前那般被一个包袱出门了 收起了悬方袋后 记下把目光放在了那株宝药上 樊竹见状立刻递上了一个玉盒说道 这等宝物要放置在温和玉石之中 才能不伤及宝药的效用 记下接过玉盒到了一声谢 他也不客气 直接将药物跟精致弹药液 要和尽数放入玉盒之中 随后收入悬方袋 然后他摘了两片叶子递了过去 二位足兄为情记解惑 这两枚药液就当作情记的见面礼 二位足兄收下吧 赵无和樊竹看到记下如此大方 两人顿时大喜过望 原本两人为自己保住了性命 就已经万分开心了 没想到还能收获一片宝叶 两人当即兴奋地开口道 情记足兄大恩大德 在下无以为报 几下文言后摆了摆手当 要是真的过意不去的话 你们带我去大福转转吧 赵无拱了拱手当 这又何难 我与樊竹的家族都是大福的大族 定当好好款待 走 我们再去这座福岛上转转 等大福的强者来接我们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三人围坐在一个虎堆旁 记下有些惋惜的说道 可惜了 转了半天 这福岛一点宝物也没有 赵无文言后回道 能保住性命还能获得一张宝叶 我已经很是满足了 就在赵无说话间 一道蓝光陡然自空中落下 赵无见状欣喜道 是我大福的强者来了 三道人影从天而降 三人的身上全都散发着极其强大的气息 只有御灵强者 才能凭借灵胎中的浩瀚灵源虚空飞行 所以记下瞬间就能判断 这三人绝对都是御灵强者 赵无和樊竹在看到这三名御灵强者后 两人立刻上前攻进行礼 扶赵不赵无见过三位上福将 樊竹见过三位上福将 听到两人的话后 其中一名女性御灵强者开头道 原来是你们两个后辈 和你们一起外出游历的机修呢 听到这话 赵无立刻把心中准备好的说辞说了出来 回禀三位上福将 我等五人奉命外出收集莫虫兽血液 途中突然遭遇万兽狂奔 我们只能仓皇逃窜 乌茂修为太逼被一只妖兽追上 赵无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道手掌蓄影瞬间掐住了他的脖子 李信玉灵强者冷冷的声音响起 谁管他的死活 我问你姬修在何处 听到这话 樊竹赶忙开头说道 金银足疑 此事我正要比报 我们剩余四人被兽巢逼上这座福岛 遭遇两位少年强者 不由分说就对我们大打出手 我们熬战许久 姬修和鱼齐两位族兄不媚不慎 说到这里 樊竹语气一顿 金银哪里还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当即脸色阴沉的开口道 你是说姬修和鲁鱼齐死了吗 那你们为什么还活着 这时记下上前开口道 这位前辈 是我就吓了被追杀的两位族兄 就在记下的话音刚落 一股强横无体的威压 陡然自机银的体内爆发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与我说话 在这股威压之下 记下感觉体内灵伦运转质色 灵源在灵伦之中变得悄无声息 就在记下以为自己快要抵挡不住的时候 突然 记下的大雪山中沉寂已久的 大日震灵熔炉光芒大放 两只三足金屋从中飞出 直接将侵入记下体内的威压吸入口中 下一刻记下顿感轻松 他在心中兴奋地想到 没想到这大日震灵熔炉还有这等作用 我还以为除了镇压暴乱灵源 加快修行速度之外 就没有别的作用了呢 顿了顿后 记下面色不便对着精灵开口道 前辈 我说的是我救了他们 看着面前这名不卑不亢的少年 精灵的面色微微一变 他在心中想到 这小子如此年轻 竟然能抵抗住我的威压 莫非他也是一名大族出来历练的天才 就在精灵思绪间 赵五咬了咬牙开口道 精灵足疑 樊家和赵家长辈还等着我们回去呢 听到赵五的话后 精灵的面色顿时一寒 你竟然敢威胁我 就在精灵的话音落下 在他身旁的另一位尚服将突然开口道 好了好了 你冷静一下 说完他便对着赵五说道 你不要紧张 之前是谁对你们出手的 赵五咬牙回答 出手攻击我们的是 气灵国园 零部少主张英以及气库从 听到赵五的话后 那名尚服将当即脸色一变 他的目光不由的多看了记下一眼 他没想到这个少年 竟然能够从零部少主的手下救人 想了想后 他对着另一位名叫月泽的尚服将说道 还是你来看看吧 月泽微微点头 下一刻 他的双目猛的运营 探查神通骤然发动 记下体妹的景象渐渐显现在他的眼中 察觉到异常的记下微微一惊 他在心中想到 这个人在探查我的身份 不能让他知晓我的人足血脉 随着记下心念一动 在他体妹的大日震灵熔炉缓缓生起 两只奇异神鸟张开鸟会一息 直接将内谱探查的力量全部吸入口中 月泽心中大害 这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的观念浮衍乃是大幅一等一的浮衍 浮衍之下任何事物都无所遁形 今天竟然在一个九重天小贝面前施了手 看出了月泽的表情变化 之前对他说话的尚服将与他传音道 月泽 看你的脸色 这少年莫非有什么问题 月泽传音回道 这少年非常古怪 原本我以为他是人足 却没想到他体内有一尊神秘熔炉强大可不 我的符文精光被这尊熔炉镇压炉化了 年长的尚服将文言录了卢他那长长的胡子回道 摸不清他的底细 这尊熔炉气势不凡 这少年定然大有来历 我们最好不要招惹他 年长的尚服将对着季下行了一礼开口道 无影蛮荒太过巨大 大幅虽然在方圆万里地域内称大 却也要时时刻刻小心翼翼 迎脸为种族以及国度招来灭顶之灾 当才的试探实属无奈 还请多多见谅 不知这位少年英豪来自哪里 季下回道 我叫秦继 独自游历至此 来自极为遥远的东边一座小城 种族人数稀少 只不过千余人 名为大夏 不知三位尚服将可有听闻 听到季下的话后 金银对着一旁的月泽说道 千余族人就感望自称大 难道他们的个体实力极强吗 月泽摇了摇头道 这个说不好 或许真是我们招惹不起的存在 年长的尚服将对着季下笑道 老朽名叫桑阳 不知道秦继小友是否有时间到我大福一游呢 季下抱拳回道 我正有此意 有前辈的指引路途也会轻松一些 桑阳在听到季下的话后 他俯了俯胡须在心中满意的想到 没想到这次出门一趟 竟然能揭示一位隐秘大族的天才少年 我这运气还真是好啊 想了想后 桑阳对着一旁的月泽开口道 月泽 将原灵部少主残留的零食碎片唤起吧 听到桑阳的话后 月泽微微点了点头 下一刻 他的双眼猛地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随后一副画面便呈现在了众人的眼中 正是章仪的记忆画面 看到这一幕 季下有些紧张的开口道 这家伙的残存灵食果然留存了一些 还请前辈出手抹去 桑阳轻轻汗手 他的双眸微微闭起 周身长袍无风自动 一道道神秘的符文在他周身显现 照无见状顿时惊呼了一声 是灵符 无愧是上浮江 将然能驾驭这门能够阵灭生灵弹魂的神通符文 季下看着桑阳一招就将那些残存的灵食抹去 他在心中暗自想到 等我以后跨过了神通晋升御灵 在施展苍天硬和清新式应该会比他更强 就在记下思绪间 桑阳平静的声音响起 好了 灵食碎片已经除去 如此就算真的有缘灵部强者找到此处 也很难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了 我带你们回去吧 你们上前还不能飞行 就安心待在这里面好了 桑阳说话间伸手一挥 一道金光盾时将记下三人笼罩 随即他们三人的身体便腾空飞了起来 这是金灵对着记下真诚的开口道 请去小友为修儿报仇 这块服药你且拿着 就当我伏击部报恩了 这是我伏击部位于修阳上宫中 警戒一处闲置府邸的钥匙 你出去大服要有个弃身之所 这座府邸就送予小友吧 记下十分坦然地将那没服药收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赵无和樊主脸色微僵 他们都在心中暗骂记下无耻 杀了人家的族人 竟然还念不改色地接受了人家的馈赠 就这样 三位上福将带着记下三人返回了大服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走后不多时 一道光点缓缓从地下漂浮而起 光点中正闪烁着的张一与大服 四人以及记下交手的全部过程 这道光点漂浮而上 似乎是想要离开这座府邦 然而就在这时 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色小洞 黑色小洞中散发出无穷犀利 瞬间就将那光点吸入了其中 随后黑色小洞里想起了一阵咀嚼东西的声音 记下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少了一道后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